說到毒蛇 你一定會想敬而遠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被毒蛇咬到 你可能就一命嗚呼了 看看我們台灣山脈當中 有幾百種的毒蛇在那其中 可是我們說到毒蛇 有一個人他卻不怕 他身上卻有許許多多的血清 在他身體裡面 那他怎麼達成的 有一名外國男子 他叫做Steve Ludwin 他竟然25年 15年都沒有生病了 這麼久沒生病 他想說奇怪 你身體怎麼會這麼好 連個小感冒都沒有 連感冒都沒有 那表示他顧身體顧得很好 是就是你知道嗎 沒錯 他確實顧身體 大家知道他顧身體的秘訣是什麼 什麼樣的秘訣 就是每天在夾裡 自己打營養針 像話嗎 對 而且那個營養針 是他自己調配的 自己調配的 很奇怪 就你知道嗎 那營養針的成分是什麼 什麼樣的營養針 那營養針的成分是 大概我們都沒有命銷售 蛇毒 這隻很毒 他每天都弄 他已經25年來 他就是這樣子自己養一堆蛇 他自己喜歡蛇 不過你他難不成把蛇毒 注射到他自己身體裡 是 他讓蛇來咬他自己 竟然是他的營養針 拜託 沒有讓蛇直接咬 那是有時候表演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叫營養針 因為他會讓這個蛇毒 好 畫面上有沒有看見 他會這樣子 讓蛇毒的毒液 從毒牙流出來 因為他把它萃取出來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就會加水稀釋 然後接下來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反正就當成營養針 打到自己體內 不會吧 天啊 拜託 大家千萬不要學他 這個會死人 你看 有沒有看這個 你看 要演給大家看 不相信是不是 而且完全DIY 是 所以才想 我知道家具可以DIY 我沒想到營養針 可以這樣DIY 不能這樣子的 而且更大的重點是在於 好 他就這樣試對不對 這個蛇毒 拜託 他有什麼神經毒 出血性毒 有各種很可怕的毒 你就這樣搞 他也拿到都沒事 那個毒就要弄 那他不會死 立剛你知道嗎 他確實曾經出過誓 因為他不是自己調嗎 有時候濃度不對 劑量太高 他就打下去差點死掉 他除了這樣 連感冒都沒感冒過 好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他自己當然就上網 你看有這些影片 結果影片就這個上網 上網了一陣子之後 這個丹麥克本哈根大學 有個教授叫Brian Brian就說這個人很厲害 來 我把他找來研究一下 對不對 大學裡面要拿他來做研究 就把他研究 因為他自己這樣子 打這個蛇毒營養針 抱歉 應該叫做毒針 什麼營養針 他自己這樣打毒針 打了這麼多年 就給他研究 你剛才研究出來的結果 有什麼結論 他的體內竟然有 35種蛇的那種抗體 這麼多抗體 而且那個劑量高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那個劑量高到 他竟然可以把他的血抽出來 然後把這個蛇毒 給他萃取 重化之後 做成蛇毒血清來救人 可以做血清了 怎麼會這樣子 沒想到他的身體 居然就變成一個活動版的血清了 活動解毒劑 結果他體內的毒 並抗體的種類 跟那個量竟然多到 所以他說 他居然變成這麼多的抗體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 從人體內 然後萃取出足夠的抗體 然後來做蛇毒血清的 這聽起來真的匪夷所思 可是我們講到這種奇人 大陸奇人那邊也有 大陸也有這樣的人 大陸也有超人 怎麼說 他為什麼叫超人 他十年都沒生過病 十年沒生病 那表表 所以大家也覺得他很厲害 那他一定有自己的方法 他有沒有打毒針 沒有 他沒有打毒針 他也沒有打營養針 他是吃補品 吃什麼補品 生肌飲食 來 我們看一下 他示範給大家看 那其實他就十年沒有生病了 結果大家就 你看 街坊鄰居都很好奇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超人 超人要示範一下他這個補品 結果你看 開始補品已經要拿出來了 而且我說是生肌飲食 這用甜點 就有沒有看見 那是蛇 對 天然的 生肌飲食 活的 生的 他就要吃了 真的 結果沒想到他這麼多年來 天啊 他的補品是什麼 就是蛇 你看他拿那個筷子 而且他不像我們這邊的人 其實還會殺蛇給你看 有沒有 那個皮把它劃開 沒有 就這樣啃起來了 他整隻蛇頭到蛇尾 就這樣啃下去 拜託 那蛇是會痛的 可是我們不管蛇的話 那你會不會中毒 蛇是活的 他把蛇從頭這樣啃下去 就算頭啃掉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蛇的身體 還會動很久 那表示他身體裡面 那個毒液也都還在 對 而且你一直扭 他蛇一直擠 我們剛剛講 剛剛我們剛剛講 這個Steve Ludwin 他不是會用那個毒牙 把那個毒液擠出來 對 他都不拔毒牙的 他直接這樣啃 所以就是說毒牙 直接進到肚子裡面 我就很誇張 而且他一直慢慢吃 慢慢吃 吃到唇鼻咬而已 蛇還在那邊動 我覺得非常恐怖 好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還配啤酒 配小菜 你看什麼愜意 真是超人來的 好 結果就開始也有醫生 對他也好奇 沒想到蛇變成他下酒小菜 然後這個醫生也好奇 就把他找去研究一下 你剛剛你知道嗎 研究他的結果是 他血裡面完全沒有蛇毒 沒有蛇毒 也沒有相關的抗體 跟剛剛那個人很不一樣 沒有抗體 就怎麼回事 你剛剛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能夠把蛇毒消化 他有超強的消化系統 吃下去之後 他的肚子就把它處理掉了 所以你意思說 連蛇皮都處理掉 對 我跟大家講 蛇皮可以做皮包的 他可以處理掉 你今天隨便一個生的動物 吃到體內 你不要說是毒好了 你這種落賽的風險 就他竟然這樣子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超人 不過超人就是超人 我們是一般人 千萬不要學他們 沒有想到 居然有人這麼厲害 可以把一條蛇 整條活活的蛇給吞下去 可是說到厲害這兩個字 我們的調查局 真的非常的厲害 因為在這次 他們真的有功勞了 想想看 以前我們要打共匪 怕的是匪諜 可是現在這時候 調查局真的抓到匪諜 而且他有一個神秘的單位 那個單位出勤 真的就馬上有績效出現 你看 昨天清晨6點鐘的時候 新黨發言的王秉中 還有侯漢廷等四名青年軍 被這個調查局 國安站好幾名員警 直奔到他家 然後到他家去搜索 把人帶走 真的 我跟大家講 這個時間點 我剛剛特別強調 昨天清晨6點鐘 等於是清晨6點 就輔曉出擊 清晨6點輔曉出擊 你想想看 什麼人物要清晨6點輔曉出擊 那當然是重大的槍擊要犯 才可能輔曉出擊 你講對了 過去美國要狙殺 賓拉登恐怖分子的首惡 還有包括什麼 張錫民 陳靜興 這些十大槍擊要犯 因為在趁天亮之前 而且他們都還在睡覺 支持這個時候 攻堅是最棒的 所以結果清晨6點 昨天這個場面 竟然是跑到 政黨人士家裡面 就跑到新黨發言的 王秉中他家裡 然後去那邊敲門 要進去搜索 可是不對 剛開始王秉中剛起來 他當然覺得莫名其妙的 王秉中是十大槍擊要犯嗎 不是 他也不是恐怖分子 像賓拉登這種等級 他也跟賓拉登不是朋友 他也不是伊斯蘭國的 為什麼要抓王秉中 所以他剛開始 一度拒絕開門 而且他習慣用臉書 所以又開臉書直播 然後過程當中 還不斷的打電話 請律師過來先住 王秉中在當下 他是不是身上有槍械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只有危險物品 可是我們都看過這個連續劇 連續劇怎麼演了 怎麼演 通常這種情治單位的人員 不管是國安局或調查局 上門之後就會這樣子 像到王秉中家裡面 敲門或按門 你這樣一直敲門 王先生 是 王先生在不在 我要睡覺 你吵我你什麼事 王先生 我們是調查局的 我們是調查局 請你開門好不好 我們要進去查水錶 查 查水錶 是 水錶在我家門口 你自己開來看就好了 好不好 王先生還是請你開門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查水錶 還是希望你能夠配合一下好不好 水錶在我家門口 你開什麼門 你調下去 要請你說明一下 調查局 王先生開門好不好 先開門我們要請你說明一下 要不然就要請你 跟我們回調查局一趟 什麼 怎麼這麼嚇壞 所以查水錶用這種方式 我們當然 用連續劇的方式告訴大家 到王秉中家搜索 有如查水錶 查水錶 對 一定要王秉中開門 這高端 結果雙方對峙了40分鐘之後 王秉中後來他的家門口 遭到這個調查局 還有好幾名的萬華分局的員警 就直接找索將開門 然後直接破門而入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需要這樣的一個大陣 線刑犯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過 就是線刑犯 才得這樣子做 我跟你講 你知道他們到他們家 告訴王秉中 他們是證人 你幾次看過證人 像被告一樣 證人 證人要拘提的嗎 不用 對不對 我現在手中有一張這個 法院的這個拘票 如果你是證人 你當過證人沒有 我當過證人 你去法院出庭的時候 是像昨天王秉中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你直接到你家搜索 然後把你帶走嗎 你就拿著那個通知單 直接到了法院去給他 然後我就法院遞幾庭 我就去那邊開庭 就這樣子 還可以領幾百塊的 還可以領五百多塊錢的 證人車馬費 對 王秉中既然是證人 是 那怎麼會是變成拘票了 怎麼會像是有被告 被告才要拘提 是嗎 你就算是抗拒傳喚 抗傳拘提 那就是被告 當下調查局這個神秘的單位 就拿出了拘票是不是 對 他們已經把拘票準備好了 也就是說按照拘本走 那你就是有備而來 而且就算你證人 幾次傳喚不到 一次傳喚不到 兩次傳喚不到 三次傳喚不到 法律規定 三次以上傳喚不到 你才可以把他帶走 對 沒錯 三次傳喚不到 還事情節在來用拘票 所以昨天他把拘票 都帶在身上 那昨天才第一次是要當證人 怎麼就帶了拘票去了 所以這不是太誇張了 你用大炮來打小鳥 而且你是把人家當證人 還是直接你就有自由心證 把人家當被告 你就是二整人 說到二整人 我要再跟大家講 你知道那個傳喚的這個傳票 上面寫著同時間 昨天早上8點30分 要到台北市的博愛路 台北地沿署 以及新北市新店區的 中華路的調查局的國安站 兩個地方去報到 可是你好像同一個時間 對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人兩個地點 也就是說我去了 台北市博愛路的 台北地沿署 我就是不能去調查局 我去了新店中華路 一個不去另外一個 是不是都是變成傳喚味道 還有一點 你那個時間點是早上8點鐘 他到6點鐘就去攻堅了 這怎麼會是 你這不是二整人嗎 提早兩個小時去攻堅 時間點是8點30分 你可以8點31分 8點32分 王秉中 侯漢廷這些人 都沒出現 你就帶大隊人馬去抓了 所以你意思說 你提前到6點鐘 兩個半小時以前 就到人家抓人 你這不是擺明了 就讓人家難看嗎 所以你意思說 他要去設下了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就是要準備 要讓你這個 王秉中直接跳進去 把你套起來嗎 難怪你看王秉中在現場 不斷的大喊說 這個白色恐怖復辟 他為這個人民發聲 遭到了綠色恐怖 這根本就是 用這種方式來惡整人民 再者我剛剛講到 這個調查局的神秘單位 國安站在新店的中華路 其實這個國安站 是調查局 他們一個直屬的 一個獨立的單位 他裡面只有20幾個 這個調查官 非常的神秘 你知道嗎 就算是八大情治單位 要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通常有大案合作 才會特別開一個窗口 比如說之前的這個 鄭小江的這個共諜案 特別開一個窗口 等到案子辦完了 任務結束了 這個窗口就關閉了 就不會再跟友軍有任何連結了 所以也就是說他 表示他的隱密性非常的高 是 結果昨天去扶曉初級 登門到這個王秉中家裡 抓人 搜索 這個事情竟然是 國安局是八大情治機關之首 也是一個情報統合單位 也算是這個調查局的 上級指導單位 所以也就是說國安局策劃的 應該知道對不對 當然知道 錯 結果昨天國安局說 我們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新聞曝光後 才曉得調查局有這個動作 國安局局長居然還等到了 這個新聞曝光才知道 法務部長邱泰山也跟媒體記得說 他從頭到尾也不知道這個行動 什麼連邱泰山他知道 邱泰山還是法務部 調查局長的長官 他居然都不知道 調查局欺上瞞下嗎 可以這樣子隻手遮天 難不成調查局裡面的國安站 就是以前的警總 但這些綠色執政的人 不是以前最痛恨警總嗎 現在自己這個警總的權力 比以前的警總規模更大 但是說到調查局你會發現到 從代曆地址到現在 調查局裡面有許許多的作業 都是單線作業 你說國安站神不神秘 其實國安站一點都不神秘 只不過他的編制人數比較少 他是專辦大案 過去羅玄泰就是FBI 送到這個單位以後 然後轉制軍方 轉制軍方不是破案了嗎 對 對不對 所以沒有那麼神秘 那看來王秉中這個案子 可能是個大案子 王秉中這個案子 雖然是個大案子 但是他是比照羅玄泰的規格 他規格都比羅玄泰高 是黃金鑄造的大砲 去打一支你知道 那麼小的 大蒼蠅 對 所以我們知道國安站的歷史 但是國安站他有他的傳統 為什麼他有他的傳統 他必須要單線領導 他絕對不能讓案情外洩 因為這個傳統是蔣介石時代 就建立起來的 今天我們來講 蔣介石他也透過類似的手法 去把代曆的孫子 把他從中國大陸 接回台灣 各位要知道這些歷史的背景 當年蔣介石他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他幾乎沒有把代曆的孫子 把他接到台灣來 代曆的兒子那個時候 在1951年他被槍斃的時候 蔣介石知道 蔣介石知道 因為是胡中南向他報告 說代曆的兒子叫做戴善武 已經被中共給槍斃掉了 那蔣介石那個時候就命令胡中南 可是我沒想到共產黨居然 連代曆的後代都要追殺 對 結果胡中南報告以後 他三次下令 蔣介石三次下令 說胡中南 你去把代曆的孫子給我接回來 他的家人一個不剩 你要給我帶回台灣 但胡中南做了三次 都沒有做成 都沒有做成 蔣介石就透過了蔣經國 蔣經國就找了毛倫鳳 那毛倫鳳就叫那個葉祥之 他就叫那個叫葉祥之 因為葉祥之他是主管行動的 他說無論如何 你要把人都給我接出來 好 他們就那個時候 他派遣了四個特務 那三次失守 然後四個特務 那三個作為掩護 一個叫做黃鐸的人 他就半成的漁民 從大城進入到了中國大陸 他打聽到代曆的孫子 是藏在上海 跟代曆的孫子 代曆的媳婦 鄭熙英 他們躲在上海 所以黃鐸就透過軍統潛伏 在中國大陸公安部的人 去把他孫子 要把他接出來 開了張路條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規定是只有四個人 一家 他說一家 然後半成夫妻 然後有三個小孩 三個孫子 好 結果戴以寬 戴以場 通通接出來 只有戴以紅 就交給了陸炳章說 以後我們再來 把你帶回台灣 那他的媽媽 還有他的兩個小孩 包含黃鐸 通通都從上海坐 36個小時的火車 到了廣州 到了廣州 各位來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就是鄭熙英 還有戴笠跟他的孫子的合照 那這一些照片 都是由軍情局提供的 他們到了香港以後 各位知不知道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台灣過去在香港的部件 我們看香港是大陸跟台灣 在情報爭奪的地方 但是台灣是非常聰明 尤其是葉祥之 我剛剛講那個葉祥之 他接了行動處的處長 他專門招收港澳的學生 招收港澳學生幹嘛 第一個我免你學費 第二個你大學四年的生活費 我幫你支付 所以從他們在讀書的時候 就開始吸收了 我就吸收 我就培養 但是他就下令 有兩個單位 你們以後回到香港跟澳門 一定要到那個地方工作 第一個是海關 香港的海關 第二個叫做政治部 香港的政治部 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單位 跟台灣的國安站 一模一樣 這麼神秘的單位 你們大學畢業你考上了海關 那你進入政治部以後 結果怎麼樣 當代曆的孫子跟孫子的媽媽 他們到了香港以後 香港那個時候他規定 你從大陸出來不能去台灣 你從台灣到香港不能進來 渡路 但這是潛伏在這兩個單位的人 他們可能就有功能 因為代曆的孫子是 所以海關那個時候 就幫了他的忙 把他送到了一艘 準備要回台灣的船上 讓他通關 為什麼那時候不用航空 非常簡單 你飛機飛上去 對不起 如果大陸給政治部施加壓力的話 你飛機你要飛回來的 就是說真正的國安 你要做到那麼的細緻 你辦出來的案子 大家才會幸福嗎 我們看到現在在這個時候 跟以前的時代比起來 怎麼發現現在的調查單位 怎麼落差了這麼多 難不成在代曆離開之後 這一切都完全的改變了 可是這算一算 也都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說到那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其實周安來就講過一句話 如果代曆他晚一點死的話 這中國共產黨要革命的時間 相對的就會晚 因為代曆之死 讓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時間 提早了十年 是啊 立剛 十年的時間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 落差可大 對 代曆對共產黨 造成多大的壓力 當然他能夠進行這樣的工作 主要他手下四大金剛 就是成功術 王天睦 然後沈醉跟趙里軍這四個人 據說對中共造成了非常大的打擊 可是這四個人當然各有絕活 但其中裡頭這個叫趙里軍的 就都號稱是第一殺手 因為這個人心狠手辣 六親不認 反正你交給他什麼任務 他可能小賬嘉義還奉送給你 辦得乾淨俐落 這麼厲害 他19歲的時候畢業之後 他先去當小學教師 後來他加入過共產黨 然後加入共產黨 一陣子之後他又脫離了 又加入國民黨 這樣看來這麼心合手辣的人 蔣介石應該是最喜歡的 我跟你講 其實代曆也非常賞識他 他很快 因為他辦事非常乾淨俐落 然後動作又快 然後結果他很快就升到 上海區的行動總隊長 然後結果當時出了一個事情 因為813之後 上海不是大部分的人都要逃走 沒錯 因為日軍已經來了 可是當時有一個人不願意走 誰不願意走 這個人叫唐少儀 唐少儀他是前清官員一職 他也是袁世凱的人 然後一路當過中華民國 第一任的內閣總理 這麼大的官留在那邊的話 國民黨就擔心什麼 擔心他會不會去跟日本人談判 是不是去當日本人的傀儡 那實際上當時得到消息 他真的跟土匪原嫌二接觸了 據說兩個人之間 還簽了某一個協議 所以也就是說他想要在那邊 立地為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當然不容許他軍事上架去 所以當時蔣介石就命令代曆說 這個人一定要除掉 我們不能夠讓這種漢奸 留在這個地方 但是要怎麼去除掉他 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唐少儀他不是住在一般地方 他住在法租界裡頭 他住在法租界 然後他自己本身也知道 他要幹這種事情 一定很多人要弄他 所以他早就請了一大批保鏢 圍在他身邊 然後他自己逐不出戶 然後上海法租界也得到消息 有人要對他不利 所以法租界也加強戒備了 是 巡捕房那邊 也派了一堆人守在他家旁邊 這個人根本除不出戶 你怎麼去弄他 這個就很麻煩了 然後趙禮君 當時他是行動總隊長 所以他接到這個命令之後 他就到處去蒐集情報 看要怎麼樣想辦法 去接近唐少儀 結果後來突然之間被他看出 中間有一個線索可以去弄 也就是唐少儀很喜歡什麼 古董 尤其喜歡送詞 所以也就是說只要有古董給他 對 他搞不好就會出來 然後他當時 他剛好唐少儀有一個親戚 叫謝志盤 這個謝志盤 本身跟軍統也有聯絡 然後趙禮君就找了謝志盤 就兩個人商議一下 然後花了重金去買了宋慈 買了宋慈 最後用盒子裝起來 然後當時就說 有這個東西要進獻給唐少儀 唐少儀當然很高興 所以趙禮君就帶著謝志盤 還有另外一個叫李阿大 三個人就這樣抱著這個古董 就進去了 進去的時候 一開始 先進去的時候 那個仆人就知客 然後就帶人進去之後就走了 走的時候 後來那個仆人進去倒茶 倒茶完之後 現在沒什麼事就走了 唐少儀當然迫不及待 趕快看那個宋慈長奪標 因為玩物上志 喜歡古董人都是這樣 結果他正在他拿 拿那個古董出來看的時候 仆人剛好離開 離開的時候李阿大就從那個盒子 他們盒子下面做了一個暗門 所以裡面有東西 裡面藏了一把斧頭 藏了斧頭 對 他直接 唐少儀根本沒注意 他就對他後面 往他後腦就猛逼一砍 完了 就把他砍死了 然後砍死了當場 趙禮君就帶著 謝志盤還有李阿大 趕快迅速撤隊逃走了 其實當時這個引起 非常大的風波 因為唐少儀當時通日的 這種市政並不是很明確 所以國民黨內 包括余宥任這人 其實是很不高興 他畢竟是個國家的大佬 怎麼可以隨便這樣刺殺他 後來據說蔣介石還發了5000元 這個慰問金給唐少儀 發了5000元的慰問金 對 就是把這件事情 慢慢平息下來 但是問題是 像趙禮君這樣一個兇殘的人 然後第一殺手 為什麼會 後來竟然被蔣介石槍斃 等一下 他當時幫蔣介石 除掉了心頭大患 怎麼搞到最後居然 把趙禮君給槍斃 我跟你講 這個事件發生在1912年 當時我跟你講 就是蔣鼎文 他在河南這邊 他的戰績司令 然後結果突然間 他接到一個距離 就是當時有個玉東專員 叫微笑爐 這個人還有 復旦中學的校長 還有其他七八名 軍政教育界的這些重要人士 突然之間 就在一個復港中學 這個地方不見了 失蹤了 對 失蹤了 七八個人居然一氣之間消失了 被誰綁走了 不知道 查不出來 怪了 蔣介石當然很震怒 就趕快要求蔣介文 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犯好 然後也通知戴笠 戴笠還找了趙禮君 因為趙禮君當時就在附近 他就在黃河渡 這附近把守黃河渡口這邊 他是少將專員 然後結果他就在那邊 大家一起找 找一個半天都找不到 那就很奇怪 這個時候蔣介文就懸賞 想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總會有人出來提供一些限索 結果真的有用 當時就有人提出 我好像看到有七八個人 好像在那個井裡頭 怎麼樣 結果他們就趕快去挖那個井 就一打開 那個井下面真的活埋了 七八個人都死了 死在井裡面 有一個就是微笑如 那到底誰幹的還是不知道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線索 可是奇怪的是 梅骨哥幾天真的low share 當時有兩個小夥子 到一個飯店裡頭去喝酒 喝酒的時候喝多了 看到人家那個姑娘 就是覺得很漂亮 就想要拉他過來陪酒 人家又不是做陪酒的 當然不願意 然後老闆娘也出來阻止 結果出來阻止的時候 這兩個小夥子 居然拿出手槍來 對老闆娘說 偉笑如專員我都敢斃 你們算老幾 這話說出來 對 結果他自己露餡了 自己露餡後來 這兩個人被抓起來 結果被抓起來一查 他們居然是趙禮君的人 等一下 怎麼趙禮君的人會去殺了他們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這樣很怪異 是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因為趙禮君 他去管黃河渡口之後 他就變成山寨主 他有賣鴉片 開毒管 走私軍火 什麼都幹 結果被偉笑如發現了 偉笑如一開始查扣了他一批 然後還殺了他的人 殺了他的人之後 趙禮君想一不做二不休 什麼時候你要弄我也不知道 而且他們兩個分屬 軍統跟中統不同系統 不同系統 所以乾脆趁著夜黑風光 你們在赴港中 沒有人護衛的時候 我就派殺手軍 把他們通通幹掉 原來是這樣子 是 後來這件事情 被發現了之後 蔣介石就下令 把趙禮君槍決了 沒想到趙禮君到後來 這權大勢大 最後就跟那清朝時代的 年更搖沒兩樣 可是我們說到 這情治單位的做法 有時候做的可是心狠手辣 但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當中 會不會有雙面諜的存在 有人說 其實我們中華民國 有一個最厲害的雙面諜 那個人叫做宋美玲 怎麼說呢 立剛 你知道當初 其實國民黨策略到台灣的時候 有人就懷疑說 到底在國民黨高層 是不是有間諜的存在 因為那個時候 跟老蔣友好的 一直支持老蔣的 麥克阿瑟將軍 他來台灣參訪 並且跟老蔣談了很多 私密的事情 可是他們的政敵 那時候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 全部都知道 馬歇爾怎麼會知道 立剛 我們來分析 你說要的 麥克阿瑟回去講的嗎 當然不是 而且這件事情 還讓麥克阿瑟後來被拔掉 那我問你 誰能夠知道 他們的絕密對話呢 那當然只有在他們身邊的人 才有可能 答案就在這張照片裡頭 一個就是他自己講的囉 不是 那是他嗎 那也不可能 可是宋美玲的英文很好 結果答案 就是蔣夫人宋美玲 但宋美玲怎麼會做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這是紐約時報爆料的 他說當初 麥克阿瑟去見老蔣的時候 馬歇爾手上已經得到了 三張密件 裡頭巨細米遺的詳實報導了 好 那這必須是外媒猜測嗎 我告訴你沒有 那個時候 包括駐美大使顧維軍 也證實這件事情 而且還有一段 你聽了之後會覺得 毛骨悚然的對話 那時候老蔣的機密 機要秘書叫周洪濤 他說曾經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文宣一把手 董顯光氣沖沖的走進來 他說洪濤 你知不知道夫人 他是不是把麥帥來台 參訪的這些所有的行程 寫了20頁的信紙 給了馬歇爾 你知不知道 夫人這樣子做 等於是在幫總裁最大的政敵 做情報 這麼說話可重 但為了是宋美林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對啊 那個賣帥被拔關 然後還出賣你先生 沒有 他其實是雙面諜 目的就是說 如果當時美國區獎成功 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老蔣可以被美國保命 帶到美國去 你說他就可以到美國 可是立剛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間諜最高端的地方在哪裡 萬萬沒想到是你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 在當時國共 這個內戰時期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位高權重的人 他被周恩來曾經在臨死之前講 他說我這一生中最對不起的人 誰 有兩個 一個張學良 一個就是吳時 吳時 但到底是吳時是誰 吳時是誰 我張學良我倒要清楚 周恩來絕對不起他 為什麼會對不起吳時 我告訴你 吳時這個人 曾經參加過辛漢革命 而且當年 他也曾經到日本學習軍事 後來他還真心在 國民黨陸京大學當教官 好 聽到這邊 那你一定知道 會覺得吳時他就是國民黨的人 是不是 可是後來吳時他對於國民黨 從熱血變成失望 逐漸向中共共產黨靠攏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覺得那時候 國民黨很腐敗 好啦 那時候共產黨知道說 你想要被我們吸收 那真是如獲至寶 因為吳時曾經當過 重慶軍政部的主任 官拜中將 也深受勞獎的信任 你知道他當時 給共產黨第一份見面理是什麼嗎 什麼見面理 剛剛我不是講國共內戰嗎 那時候 國民黨已經撤退到長江 情勢極極可危 長江以北全部都失守了 可是你知道那時候共產黨 很容易的 就突破了長江的防線 就是因為吳時 他把那個時候的長江布置圖 送給了共產黨 那個圖區要送給共產黨 兵白魯山島 那後來他到了台灣之後 我告訴你 因為這些的功勳 那時候 中共把他列為 地下黨員的秘史 一號 一號 列為第一號秘史 對好 但你知道他到台灣已經當到了 參謀次長 又是官拜中將 不過後來出現了一件事情 出了什麼事 真的就是我講的電影風聲 跟社界的翻版了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的窗口 跟中共聯絡窗口 是一個女菜鳥特務 叫朱誠之 那朱誠之曾經來到台灣的時候 從吳時手中 拿到了一個微膠卷 裡頭是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 你不要瞧不起這個防禦圖 這個防禦圖 把台灣海軍基地艦隊的部署 空軍機場的 機群的種類飛機架速 全部洩露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膠卷 只要進到了大陸 那不得了了 他隨時可以打過來了 對 那你看似目前這樣子 好像記載得很順利 可是陳也朱誠之 敗也朱誠之 因為朱誠之後來 他想要替當時潛伏在台灣的 另外一位男特務 解決他情婦的問題 什麼 為了解決這麼小一個問題 想讓他情婦能夠順利逃走 所以朱誠之就找了吳時 吳時將軍 可不可以給一個通行證 好讓他情婦能夠方便逃走 但後來那通行證 他雖然吳時做了 可是他們卻沒去領 引起了保密局的懷疑 結果 所以在當時保密局 就懷疑吳時了 對 然後後來他們去查 才發現說 有問題 而且還收到了一本 地下黨員的名冊裡頭 寫一個叫吳次長 你跟吳次長誰 台灣吳次長不理吳時還有誰 馬上被抓 被抓當年1950年抓到 當年就槍斃 你就知道他 竟然是敗在一個情婦的 通行證手上 而後來周恩來 史前不是說最對不起他嗎 1973年把他列為他們的革命烈士 沒有想到在我們台灣 在當時撤手台灣之後 原來有這樣的人 他存在於我們的這些 最重要的這些管位當中 可是說到這大陸 在即將要失守之時 其實許許多多的地方 都以一些地方的軍閥勢力 他們又各自為王 其中在這青海那個地方 有一個家族統治了40年 馬步方他們在那裡統治了40年 但是他們卻是荒吟無道 這個馬步方家族在那個時候 被稱之為叫土皇帝你知道 1945年的時候 馬步方當選 國民黨第六屆的中央監察委員 1948年的時候 西北軍的軍政副長官也是他 那官可搭 他們統治了那麼久 你知道那時候在西北地區 那時候要抓那個共產黨的時候 馬步方可是厲害的你知道 當時只要有人舉報說 我懷疑戴力剛是共產黨 然後呢 抓 直接馬步方就抓了 聽說康仁軍在背後罵馬步方 你一定是共產黨 不能你幹嘛罵我 也不得罵 抓 真的是土皇帝 你以為只抓去幹嘛 抓去聊天喝茶 看報紙嗎 你以為他拿鋸票找你 不是 直接抓去 直接解決掉了 當時他把死刑發揮到極致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 天啊 你這已經不是土皇帝 根本是在亂搞 結果你知道 他就已經囂張成這個樣子 但他覺得說 那個時候大陸共產黨 他們講說要打藍州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說 馬步方你應該會率領全城居民 大家共同抵抗 結果沒有想到 馬步方他的老兄 跑了 跑到西寧去了 共產黨到了他人跑西寧了 他就剩他兒子馬紀元 在那裡打仗 兒子沒有老爸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那時候馬紀元打了這個敗仗 國民政府那時候想說 你這樣子真的是不行 要追究他的責任 那個時候的國防部長 叫徐永昌 戰前逃跑 是啊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馬步方 人家是國民黨的第六屆 中央監察委員 你怎麼判他死刑 所以一方面去跟他談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真的要追究一下責任 不然大家會講說 你怎麼敵錢跑掉了 因為馬步方又當時西北一霸 但是你兒子有留下來 那這樣子好了 你都跑到西寧了 不然你就留在西寧這邊 凝聚力量以後打回去 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對不對 有道理 馬步方不要 要不要 當時跟徐永昌就這樣吵起來 徐永昌可是那時候的國防部長 那這一吵起來的時候那完蛋了 大家雙方談不攏對不對 因為後來這個馬步方 他就越想越那個 他就覺得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不要了 我不要完了 他居然就講說我想要去賣家 我們一般講說去賣家 就是朝景或朝聖對不對 你說的是那中東的地方 就那地方你知道 他跑去賣家 他就說我要去賣家 所以他先跑到了香港 而且你知道人家是有錢的 土皇帝做了這麼久 總是有點財 他那時候包了三家 英國航空公司的那個專機 三家 家屬通通家眷帶一帶 也沒多少 200多人 光的家眷 200多人 就這樣坐著飛機 到沙烏地阿拉伯去了 還是風塵埔埔的去了 就去了 可是人家真的有辦法 為什麼你知道 當時那個沙特的國王 聽到馬步方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招待 照片在這 沙皇都招待他 不是只有招待而已 當時沙國國王怎麼說 怎麼說 你都來了 我也沒什麼見面禮好送給你 不能送你一台車好了 送台車 你來我們這交通總是要顧到的 馬步方那時候說不用不用 不用送我車 怎麼說 他出了皇宮之後 自己買了四台車 口袋這麼深 他自己就買了四台車 我們是要去賣家的 那時候國民黨窮到沒錢了 居然這馬步方口袋 是這麼深 反正我要去賣家 我真買了四台車 然後帶著家人 就真的到了賣家去 可是到1950年的那個時候 事實上他馬步方 他就東走西走 就走到了埃及的開羅這個地方去 到了開羅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看問題就來了 因為你講說他那個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講說 他不只做土房店 荒淫無道你知道嗎 甚至就開始有一些流言蜚語 講說我告訴你 他真的是非常誇張 因為他一到開羅之後 就先買公寓 那公寓的裝潢 比王宮還要豪華 這麼高檔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說 他帶了200多人 200多人總有地方住 那就買更多房子 也不用買更多 買一棟 13層樓的全部給他們住就可以了 在當年13層樓 可是真的是高樓 而且還有人講說 他荒淫到一個什麼程度你知道 他那時候還開了一間的舞廳 三間的酒家 據說裡面的女服務生 還有他帶去的家眷 甚至部署的女眷 通通都被他蹂躏過 還有外孫女還幫他生了一個兒子 後來怕事蹟敗露 是一手殺死這個兒子 後來就計算說這幾年下來 他去侵犯過的女子 居然高達5000人 數量這麼多 你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馬步方當時也被指控說 他甚至把國家 發給他的軍費 拿去幹嘛你知道買黃金 就把那個國產變成自己的私產 買黃金幹嘛 他那時候想說印度的黑市黃金 那個價格很高 居然就這樣給他賣掉了你知道 所以他就覺得說 天啊 你現在陷在這個程度 那你馬步方到底在幹嘛 其實你知道嗎 後來馬步方居然還跑到 沙烏地阿拉伯去當特使 他還去當特使 他去當了特使你知道 結果我們就講說 他當特使的時候 事實上你知道 他一輩子娶了七個太太 他那時候第七個姨太太 叫做馬越蘭 他那一天到晚在那邊毒打他 還把他關在飯店裡面 這真的很變態 甚至還想說馬越蘭 你把你媽媽跟兩個妹妹都接來 馬越蘭就想說接來幹嘛 接來服侍他你知道嗎 你連人家媽媽連人家妹妹 你都要攔子 那時候據說馬越蘭受不了 他除了跟台灣的外交部告狀之外 還密謀跟他這個大使館裡面的職員 講說他們要逃跑 結果你知道那時候 馬步方知道這件事之後 居然就把大使館門鎖起來 在後院裡面挖一個洞 要活埋人 直接活埋人 他們兩個受不了的 趕快跑去洋台喊救命 馬步方還真狠 對 結果後來警察來了 但是因為他不行 你是大使 有豁免權 也不能抓 對 所以就把他給放了 我們講到說像馬步方 他之所以可以這樣 其實我告訴你 跟蔣介石有關係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蔣介石 其實還滿喜歡他 因為他其實還滿厲害 這裡面就提到了 馬的那個兒子 叫做馬紀元 馬紀元21歲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就做到軍長官拜少將 那時候連宋美玲都非常喜歡他 還介紹自己的甘女兒 給他做老婆 據說當時蔣介石 要見馬步方的時候 就帶他過來 馬步方當然帶自己的兒子 馬紀元 那時候據說蔣介石 看到他說最近可好 馬步方當然講說 你好 你要脫你的福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 蔣介石後面就介紹說 這個是全子經國 可他化碼 但問題是總統說 他自己的兒子是全子 你怎麼介紹自己的兒子 馬步方當時愣住 你知道我的天啊 馬步方是個粗人 對 他可是沒有學讀書的 可是我跟你講 人家經過大風大浪 他面頭一旋 是 這是我的驢日馬紀元 驢日其實當時 那個地方上的土畫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馬步方 他自己出來之後 還到處跟人家講說 他講自己的兒子是驢日 不是 總統講他兒子是狗兒子 我只講我兒子是驢兒子 你這樣 沒想到在馬步方 在當時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出現 可是我們說到 國之江王必有妖孽 現在的台灣是不是如此這般 休息一下 來 go 我們常常說 在地球表面上 常常有一些隕石的墜落 但是有些東西掉下來之後 你仔細分析 它裡面的成分 你就會發現到 不對 地表面上沒這玩意 那這東西打哪兒來 勢力剛 之前我們在蘇格蘭北部 斯凱里島這個地方 我們就發現一塊石頭 當時認為因為那邊有火山 想說它應該是火成岩 裡面噴出來的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研究了之後 發現不對 怎麼說 因為它裡頭有蛋 鈦 凡 泥 這些東西一般在地表 不容易出現的元素 這元素裡面怎麼好像這幾個 沒聽過 是 反而這些元素 比較容易在什麼地方發現 在太空隕石掉下來裡頭 比較容易發現這個東西 難不成說這是隕石 掉下來的這些元素 為什麼會掉到這個地方 是只有掉到這一顆 還是怎麼樣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科學家 估計 它應該就是 當你掉下來之後 就一直保持這個樣子 就停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它沒有被融化過了 既然它沒被融化過 第一個我們可以知道 6000萬年前這個隕石 到底它的組成分子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 它到底對當時的地球 造成多大的影響 聽起來這時間點 跟恐龍蜜蜜差不多時間 因為我們都說6500萬年前 造成尤家敦那個地方 造成一個大隕石群 那個就造成恐龍的滅絕 那是不是這顆隕石 跟當時的這個隕石有關 它們是不是在同一個系列 打到地球上來的 還是從那個地方分出來的 尤家敦那邊掉一顆 這邊又掉一顆 是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目前我們在斯凱島上 至少 至少已經找到兩處 都差不多時間點的隕石 掉下來 所以是不是當時 在6500萬年到6000萬年前 有一個所謂的隕石的耗發期 不斷的有隕石 不斷的打在地球上 才造成地球所謂的大滅絕 那當然我們知道 每一次的大滅絕 都是讓人非常奇怪 那我們也知道 最近的一次大滅絕 就是6500萬年前 就恐龍滅絕時代 恐龍滅絕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大滅絕 科學家一直在找相關的證物 可是最近 他們證物居然找到火星上去 等一下 為什麼不再找地球 找到火星了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他們最近在研究 火星的阿爾西亞山的時候 他們覺得很怪 阿爾西亞山本身非常高 它高17000多公尺 這麼高 不是 喜馬拉雅山兩倍 然後它是一個盾形的火山 這個火山 我們發覺它以前 在它的高峰期的時候 它的高峰期 從差不多1億5000萬年前開始 然後大概每隔100萬到300萬年 它就會流出 大概差不多1到9立方公里的岩漿 其實流速非常慢 然後它會形成一個新的火山口 然後所以在那邊已經形成了 超過29個以上的火山口 這個跟地球有什麼關係 因為1億5000萬年前 它開始進入高峰期的時候 剛好就是恐龍興盛的時機 也就是豬肉紀末期的時候 就那個時候 是 然後等到它開始 停止活動的時候 什麼時候 恐龍滅亡了 就6500萬年前恐龍滅亡之後 然後到5000萬年前 這個時候 它的活動就慢慢停下來 可是不對 一個在火星上面 一個在地球上面 兩個有什麼樣的關聯 這個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現在他們就是要去查說 第一個 這是不是單純只是一個巧合 第二個 如果不是巧合的話 為什麼遠在火星的火山 會跟地球的滅絕會有關係 難道是當時火星的火山 噴發出來的東西 造成了這個龐大的隕石 然後直接打到地球上海 你說飛到了地球軌道 只有進入了地球上面 不知道目前 到底是什麼相關性 還是它影響到 旁邊的小行星或什麼東西 改變了軌道 打到地球上海 目前都不得而知 我們只知道 這個巧合有點太過詭異 所以科學家還在研究 這兩者之間 到底有什麼相關性 但是我跟你講 之前我們才說 美國國防部不是有一個 先進航太威脅辯識計畫嗎 沒錯 對 這個先進航太威脅變成計畫 他們對外行程是2012年 就已經停止運作 可是實際上 現在他們內部有人出來 而且就是 你知道這個計畫的負責人 計畫的負責人 跳出來說什麼 他自己跳出來說 其實2012年之後 我們還是繼續在運作 所以你說那個計畫 現在仍然在執行 是 那只是 現在沒有給他編預算 是由其他單位的預算挪過來 他說其實很簡單 他一直堅信 這個計畫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親眼看過 太多不可解釋的事情了 因為他們他說 姑且就稱他為飛機好了 他說這些飛機 你要說是人類做的 根本不太可能 因為他們監控到好幾次都是 第一個 他外型長得 根本不像任何椅子的飛機 也沒有螺旋槳 也沒有噴射引擎 然後他們的移動軌跡 完全不符合空氣動力學 你知道航空動力學 完全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他可以突然之間 直角捷徑轉彎 這違反我們的飛行器的原理 然後可以瞬間從地空移到高空去 然後常常做出一些 你完全不可思議的變化 就算人類的航空器 能做出這樣的動作 裡頭的飛行員大概也因為高機率 直接就死在裡面了 你根本身體承受不了這種東西 所以這種飛行特性 完全不可能是地球的航空技 然後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計畫負責人說 他認為其實這個就是外星人 早就來到地球一個最佳的證明 實際上我們之前也講過2004年 結果美軍飛行員直接就追著 追著不明飛行物體 追著跑 你在這影像當中就這樣的畫面 你完全沒有辦法跟上 而且對方的移動方式 完全超乎他們的講價 所以他們都堅持認為說 你每年才花2200萬美金 這個算很便宜了 你說經費少 是 但是有很多團體反對說 美國還有很多 其他地方需要花錢 為什麼要花在這種 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但是他們提出來說 美國一年國防預算 五六千億美金 這麼多 你才花2200萬美金算什麼 而且外星人 而且外星人對我們的威脅 搞不好根本不是一種 未來的預測 而是已經發生了 比如說這個人 這個人叫哈勤斯 他今年已經74歲 可是他說他8歲的時候 就已經被外星人綁架 他8歲被綁架 是 然後到他17歲的時候 他說他第一次 還被一個女外星人性侵 然後後來 他人生怎麼那麼慘 是 然後後來 他還陸陸續續見過 比如有昆蟲頭刑的外星人 然後其他各種各樣 奇怪的外星人 他說他跟外星女子交配 後來生下60多個混血的寶寶 能跟外星人生出寶寶 是 這個聽起來太奇怪 簡直匪夷所知 還是他自己幻想的 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個人非常非常誠懇 你知道誠懇到 現在有一個叫阿波爾爾 完全相信他所講話 準備要幫他拍紀錄片 把他所經歷過的這一切 全部如實紀錄下來 那如果哈勤斯講的東西 真的是真的話 那人類其實 早就跟外星人接觸 而且已經有了下一代 看著人類在地球上生活 你覺得只有人類的存在嗎 實際上外星人 搞不就在我們的身邊左右 可是我們說到地球當中 有70%是海洋的存在 如果說把這海洋的水 全部都抽乾的話 你覺得地殼上面 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們人的壽命有限 沒有辦法體會 什麼叫滄海桑田 什麼叫海枯石爛 但是電腦模擬得出來 模擬出來這樣的狀況 對 加拿大有科學家就模擬 說我就在海的最深處 就是馬里亞難海溝的海底 我把它打一個洞 就感覺好像我們水藏或浴缸 那你把水往地心放進去 對 我把這個塞子把它拔掉 而且我電腦模擬 如果你是水流掉之後就流乾了 就不會再來 結果立剛才你覺得 這世界怎麼辦 就乾掉了 就海洋變陸地了 沒想到這個世界 到我們死的都還沒怎樣 好 結果沒想到 那大概還是會變 只是我們終極醫生 都看不到它的變化 可是你看它整個變化速度 都是用百年百年來計的 對 沒有錯 所以我才說 大概一百輩子以後 這個萬年後 這個時間才能夠看得出來差異 這個差異出來結果會怎樣 幾年之後陸地開始變大 因為海下降 陸變大 沒錯 你看你知道大有什麼程度 大到沒想到 你看 這個不是只有歐亞大陸而已 這全世界的陸塊 全部連在一起了 對 全部都連在一起 真的 有沒有發現 你注意 這邊整個串連起來 而且這邊冒出了一個流地 沒有錯 而且一大堆的原本 好像很多島 都全部都出來了 什麼亞特蘭迪斯 什麼大概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大家還發現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想說 那你這個模擬 模擬完了沒 為什麼到這邊就停了 你看你知道嗎 大家都以為我在馬來亞 海溝最深的地方打個洞 水會流光對不對 不會 水不會流乾 為什麼不會流光 因為地球上 就會開始出現很多鹹水湖 然後就停了 就不會再流 也就是說海洋的水不流動了 可是問題是 這些湖裡面還有水 沒有錯 或者你可以說 我們看起來都是海洋 可是我在最深的地方打個洞 可是它不是上面相通 可是我降到這邊之後 我水在這裡 旁邊水流不過來 流不過來 所以就沒辦法把水全部都流乾 好 但是我們講到 我們還是把水裝回去了 水如果真的這麼少 大概就完蛋了 氣候會有很大的變遷 好 那我們講到海底好了 海底其實 它是非常穩定的環境 問題是它很惡劣 光線照不下去 沒什麼食物 水壓又很大 好 問題來了 大家就講說 瑪莉亞那海溝 11,034公尺 那麼深的地方 到底有沒有生物 其實我們不要講 應該沒有 對啊 那麼深 你今天說3千 5千 就夠可怕了 結果另外你知道嗎 畫面上看到 還不錯 你是魚缸裡面的嗎 不是 什麼魚缸 不是魚缸 這個地方 水下8千公尺 這個地方8千公尺 那個是探照器具照的燈 你不要以為是亮亮的 不是 那魚 真的有魚 水下8千公尺 我們人在底下 早就被壓扁掉了 扁成什麼狀態 8千公尺的話 就是801大氣壓 然後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大家有沒有看見 你看那個尾巴擺動起來 非常有靈氣有沒有 那種很特殊的狀況在移動 結果沒想到他 這竟然是魚 他還說是一種獅子魚 活的活的 而且他竟然說 是在深海裡面 最頂級的消費者 他在那邊還有掠食者 大家以為深海就沒魚了 就是一些那種 怪的無脊椎動物嗎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麼底下 這個8千多公尺的深處的話 這個底下的水壓 等於你一個拇指上面 就站著一隻大象的壓力 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我們學理上來講 他就是801大氣壓 801大氣壓是什麼意思 大象壓在你身上 而且大象是踮腳尖 壓在你的拇指上 壓在你的指尖上 多可怕 所以表示你全身 有幾隻大象在身上 但我問你那麼大的壓力 那邊人只要扁掉 對 他竟然活得好好的 他為什麼可以承受 他也沒有殼 他也沒有什麼方法 801個大氣壓在上面 對 所以科學家很好奇 他可以活的 對 但是我們又很好奇 我們人類在這個 8千多公尺上的地方 他在8千多公尺下的地方 結果沒想到 你看海洋垃圾 海底有塑膠袋 這像畫嗎 太過分了 對 怎麼會這樣海底都有 沒想到人類的這樣 現代污染污染到下面去了 結果你剛剛你知道嗎 沒錯 有一些馬里亞亞海溝地方 看到有垃圾 但是這不是垃圾 這是垃圾 這不是垃圾 這不是塑膠袋 這也不是塑膠袋 明明就是這個塑膠袋 結果他們沒想到 他竟然說這是一種 特殊的無脊椎生物 他看起來的話 像豬籠草一樣有個豬籠 頂端有個開口 然後小動物過去 會被吸進去 很厲害吧 我以為是個氣球 對 我也以為是垃圾掉在那邊 而且更有趣的是什麼 你看他這麼軟 這麼大的壓力 應該也會破掉才對 對 問題就來了 你看他這麼軟 他又沒有硬殼 然後大象壓在他身上 他不會爆 他一樣維持他的活性 他裡面的蛋白質 他裡面的氨基酸 他裡面的DNA 完全一樣的成分 都好的 大家就開始很好奇 那如果人到那麼深 我們一定會死的 我們不跟他一樣 他已經有練過了 幾千萬年來的演化跟淘汰 所以其實深海 這麼樣神秘的地方 我們人無法靠近 但是這些生物 可是自由自在 我們看到那深深的海洋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許多的事情 讓我們難以想像 因為最重要一點 在深的海洋當中 人還沒有辦法到達 但未來的世界會怎麼變化 不禁讓我們感到非常疑惑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現在 北京這個地方 都已經在零度以下了 那滑冰場 應該照理說要開放了 真的開放了 但有什麼危險 現在設施零度的北京 石上海 潛海 本來這個結冰的話 都會辟為這個滑冰場 結果你看工作人員 疑似為了搶開工 你看十幾個人 怎麼全部都變成落湯機 調到了這個結冰的湖裡面 等一下 你意思說這是湖 是啊 變成這樣子 他們看到結冰了 就匆匆忙忙 拿著這個一些器具 設備還有圍欄 想說去那邊先把它圍起來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結冰的厚度可能不足 這個水暖冰雹 所以就能踩在上面 踩在上面那個 冰的厚度不足 結果全部都破裂掉下去了 覺得說已經結冰 就可以開放了嗎 結果你來看 結冰的路面造成這個 清潔人員在湖外 他在幹嘛 他不但的這個在 他想要把這個 子母垃圾桶 好好的放在這個垃圾車的後面 把它救定位 怎麼你想到放這個東西 居然這麼的困難 你想想看 倒垃圾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可是對這個清潔隊老兄來說 怎麼特別的困難又複雜 你有沒有覺得他氣喘唏噓 是啊 而且這個結冰的路面 對這個清潔隊的大哥來說 彷彿是一個 不能跨越過的一個神秘結界 你看就差那麼一點點到了 居然我沒辦法往前行 畫面看起來很詭異吧 他怎麼往前推 怎麼往前到就是到不近 是 說到結冰在一個 冰天雪地的地方 就是法國東南部的 國界阿爾卑斯山 它的這個冰天雪地 你來看那個畫面 是滿讓人震撼的 好漂亮 這很漂亮 沒錯 這個白雪海海的這個地方 可是你突然看 它上面有動靜 什麼東西 雪崩 你們看到 居然雪崩 完蛋了 前面的這個 嵐車的停靠站 你再仔細看 這個雪崩一崩下來 天啊 這些東西全部要被埋沒掉了 人怎麼還不敢會逃 這個鏡頭的前面 人在那邊拍攝 幾乎你看 不知道這個人結果怎麼樣 是生是死如何 但是這個畫面 後來經過法國政府一調查 原來是這個巡山員 他們在為了防止民眾的 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後 他們會在定期的時候 把這個阿爾卑斯山 積雪的這個厚度態度 他們會定期封山 然後做一個控制性的爆炸 故意產生能為性的雪崩 可是他是不是距離沒有算好 既然把那個攬車停靠站都淹沒了 而且下面通常會有工作人員 在下面呼應 是不是距離也沒算好 所以才變成這樣子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爆炸失誤 連拍攝的工作人員 可能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人為 控制爆炸雪崩 都被淹過去了 但是這樣的冰天雪地 還不如上個禮拜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在俄羅斯北半球的這個 永夜跟永宙的這個城市 諾里爾斯科 他現在在上個禮拜五 也降下了一場大雪 你看 你看到沒有 這怎麼回事 這個幾乎好像都沒有地方可走 這個是銀行你知道嗎 銀行 我都覺得好像已經 雪都蓋到兩層樓高度了 所以民眾說 他們要去銀行零貴提前 都要這個先開 自己開一條路 不是只有帶提關卡 跟印章存折 還要帶這個 挖雪的產子和器具 你看這個老秀他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在做什麼 因為他說他停在停車場的車 結果他下車離開五分鐘 五分鐘後回來 車子被活埋了 五分鐘會這樣 逼得他要把愛車開走 先得把這些雪給清乾淨 你看雪已經積個半個人 他身高那麼高 甚至已經淹沒了他的車 我問你 這應該是下個兩個禮拜 怎麼五分鐘就這樣 就這樣子白雪 把這個城市的雪 還有很多的這個地方 都淹沒了 我們看著那高緯度地區 現在已經變成了冰風的一片 但是看著我們的台灣 溫度也隨著高緯度的下降 溫度也降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這兩天 我們大家都一直提到說 在這個清朝的時代的八旗 但是有一個人 他在網路上面卻嗆說 我的女朋友 可是這個滿清的後裔 你們這些漢人奴才 別再說話 是立剛 到現在還有人講這個話 才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 我覺得太可笑了 真的太可笑了 據說這個女網友就說 我們家是滿清的皇族的後代 所以據說他有一次 還脫口而出 直接跟男朋友的長輩講說 你們漢人都是奴隸 你開玩笑 你在搞什麼鬼 不好意思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媽媽的外祖母也是哥哥 真的 大家叫我備樂一下 但是以前漢人 是不是真的是滿洲人的努力 其實我跟你講 有的是 不是在連續劇裡都這麼遠嗎 是 有的是 有的不是 有的不是 因為也有一些後來被台旗 也升到貴族 這個也很難講的 要看個人的造化 但是問題是當時滿洲統治下 的漢人工匠 有的時候真的發展出來一些 讓人家驚為天人的記憶 所以在那個時候 連滿清的人他們都 皇帝也是太為官子 皇帝看了都喜歡 我跟你講 乾隆25年的時候1760年 當時乾隆50大壽 50大壽都非常重要的日子 對 沒錯 在古代的皇帝來講 所以他特別舉辦了一個 大的壽業 結果當時當然各地百官 全部都供奉這些壽禮 這些東西當然要爭情誤願 壽禮一定要做得精美 讓皇帝開心 可是後來就是在兩個太監 就突然捧著兩個盤子 就捧出了兩個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樣的瓷尊 一捧出來之後 當場滿朝文五百官 全部豁然驚嘆 為什麼 因為實在是太精美 精美到不可思議 你說它上面整個的這個 圖騰這些的 對 整個實在是 大家覺得嘆為官子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叫寂靜精彩 海燕和清瓷尊 你怎麼知道 海燕還有兩支海燕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燕子刁鑿在這邊 這整個雕塑真的是精美異常 黑的發亮 而且有這樣漂亮的金的花紋 所以乾隆皇帝當然龍星大月 然後就子民把它放在 圓明園裡頭的海燕堂 你知道 其實就是裡頭就放在這裡 因為剛好海燕對海燕相得益 海燕和清其實就代表 國家太平天下無事這樣的意思 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珍貴 其實第一個東西 就足以讓它珍貴無比 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因為這是乾隆皇帝自己設計的 乾隆自己設計 對 他自己設計好了 他這麼厲害 會設計這個東西 對 我跟你講 乾隆皇帝你不要看人家 雖然很多人批評他 他的書畫其實都是有功底的 都還不錯了 他浩大喜功 但是他有博學多文 人家其實還是念過很多書 書畫這些東西 都有一番功力的 然後他自己 親自設計了這個圖樣之後 就交給景德鎮的官邀裡頭 你們要負責幫我燒製出來 所以這是官邀燒出來的東西 我跟你講 官邀看到這個時候頭開始很大 因為他指定要用這種 非常少見的季蘭柚 你要知道這種季蘭柚 跟旁邊這個 它上面用苗筋 不好意思 他們熔點溫度都不一樣 熔點不同 那怎麼合上去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燕子 這個燕子如果你 這個是磁的 然後你到時候要再燒吃的話 他們計算一下 你只要插過兩 三度 大概就完蛋 你這個可能就破掉了 對 直接碎掉就重來 所以整個磁杯 而且上面的工法不只是 有季蘭柚 有苗筋還有粉彩 粉彩又是另外一種溫度 所以你知道他們接到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可是皇帝已經交半了 你一定要在獸宴之前做出來 那你非要做出來了 是 你做不出來 那不好意思 你頭就不用大 因為你頭就不見了 所以呢 會殺頭的 當然 開玩笑 這是帝皇時代 所以你要說當年 這些漢人工教是奴隸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他們只要絞盡腦汁 不斷的去事業 你知道不知道弄壞了多少胚 從這個胚慢慢慢慢去做 然後四燒 燒了之後 一個不行又毀掉 一個不行又毀掉 裂了也不行 花紋不對了也不行 對 所以到最後 整個出來的就是一個 近乎完美的一個成果 你知道其實上面的苗筋 這些工法都非常非常地仔細 整個看起來就是完美無瑕 所以一搬出來之後 雖然很多大臣 根本不知道這是皇帝設計 可是由內心裡頭 發自內心的感嘆 就一聲實在是太精美 精美到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所以這真的是讓人家驚嘆的 一個藝術品 可惜現在這個尺寸還在 圓明圓的海燕堂已經消失了 燒掉了 對 所以國家的海燕核心 還是要靠皇帝自己要努力 但是我必須講 其實大陸古代這種神奇的東西 真的非常非常多 你知道嗎 在紅山大幕 當初去挖掘的時候 紅山大幕是越國時代的 越國是春秋末期 到戰國前期這段時間 那個也失去現在2000多年 非常久了 歷史久遠 結果當初他們去挖這個 紅山大幕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一堆碎片 這些碎片又很奇怪 因為看起來好像普通的碎片 可是上面又有像琉璃一樣的東西 這麼小的碎片上面 還有琉璃的圖案 你要知道那個磁的 磁的熔點是500度 可是琉璃是1200度 這兩個是不搭的 照理說這樣溫度不同 熔點不同 也就是說不可能合在一起 偏偏它就合在一起 真的合在一起 是 因為他們慢慢把這些碎片 拚… 居然拚出來這樣的一個八條蛇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非常的細事 中間還是空洞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對 重點還空的 問題是這是2000多年前 在越國 越國一般被認為文化 不是太發達的地方 可是越國居然只要 騷擾技術 所以還 這樣盤在一起 然後做成了這樣一個 盤蛇流離 這真的是讓大家驚為天人 所以表示我們以前 對越國的工藝工法 恐怕嚴重的低估 人家其實比我們想像中 還要強得很多 因為即使是現在的工法 你要做出這樣的東西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困 對 其實 所以古人他們到底是 怎麼掌握這種技術 怎麼樣慢慢慢慢去打造出來 其實那中間真的是 有很多肥肉 所施的過程 但是問題是立剛 我們就看到這種東西 你一看就知道是寶物對不對 沒錯 但有的寶物 你可能一眼認不出來 那一眼認不出來 那東西看起來 就不怎麼起眼 我跟你講 之前考古學家 在發掘楚國的包山大種的時候 那楚國也是2000多年前的國家 當時他們在包山大種的時候 你看 裡頭就是一堆 土髒 髒兆兆的東西 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得 又怎麼樣 可是問題是 當考古學家把土拍開之後 驚為天人 怎麼說 因為他們在裡頭發現了族席 你看 他們在捲什麼東西 是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族席 我跟你講 你會覺得族席又什麼了不得 現在很多大甲席 還比他貴得多了 對啊 對不對 拱法搞不好比他精美 好長 我跟你講第一個 這個族席超乎想像的大 第二個 你知道經過了2300年 為什麼沒爛掉 我跟你講 他完全沒有爛 據說你把土拍掉之後 光澤還如新 然後還可以這樣直接捲起來 表示他柔軟度 還保持得非常非常好 是 所以古人的這個技術 真的是讓我們嘆為觀止 看到古代的一些歷史文物 你可以發現到 這從土裡面挖出來 2300年居然不會爛掉 究竟是什麼樣的記憶 讓這個樣的錫 能夠繼續留著 可是我們說到在古代的時候 講到前一朝代好了 講到清朝 清朝的時候 在康熙雍正乾隆 這三個時代可是一個盛世 但說到雍正時代的時候 有人敢逼公 那個人是誰 就是那鐵帽子王 但最近在北京的房山 發現鐵帽子王的元寢了 上個禮拜四 北京當局宣布了說 在這個房山 就是北京市的房山區 河北鎮 彭護區 竟然發現一個規模宏大的 鐵帽子王家族元寢群 就座落藏在北京房山區這裡面 而且這裡面發現了四座地宮 八處的房子 還有十四處的牆子 都是當時的茶飯房 還有城門還有牆門等等 都是這些鐵帽子王的一個完整 規模又非常大的家族元寢群 這是唯一發現的一組 非常的完整 而且具有非常考古的歷史價值 還有他的一個科學的意義 所以講到鐵帽子王 這樣一個這麼大的元寢群 你想必後世八經 他的規模那麼大 想必他當年在世的時候 滿清統治了268年 鐵帽子王的權力可大了 出了十幾個這樣的鐵帽子王 對不對 其中有八位 其實我們在看 敗官野時的一些故事當中 包括雍正王朝的電視劇 我們都曾經看到 當時上演的這場什麼 這個八王義政 對不對 當時雍正他登記沒多久 因為這個國庫已經空虛了 而且社會的兩極崩化 他為了迷平這個貧富差距 他就想說推出了一些新政 包括火號歸功 貪丁入母 還有這個什麼官生一體當差納糧 其實這是滿好 這都是雍正所推的一些政策 對 滿好的新政 但是你遭到的守舊人士 尤其是他的這個弟弟廉親王 八爺隱世了這樣的一個 趁機聯絡這些八旗旗 旗族王爺的靖官 大家來共同反他 東北滿清女政的老巢聖經 一起到了這個北京來 然後一起做一個八王義政 名為八王義政 實則你看那個畫面 雍正皇帝坐在了這個 大殿上的這個王位榮椅 可是你看底下的這個八王 看起來好像在逼宮 氣焰囂張 不把他放在眼裡 包括當時什麼正藍正白 還有這個香藍香白 那幾個旗族 都羅永信這個承諾勒不拖 全部都是這個咄咄逼人 氣勢靈人 似乎把這個雍正 氣得吹鬍子瞪眼睛 好像拿他們沒辦法 但是其實說到這些鐵帽子王 我剛剛講了 在滿清的時候 因為這個八個鐵帽子王 就是因為跟著這個 自主這樣子 跟著盧爾哈治 直接入關 所以立下了漢馬功勳 所以才有世襲網替的 這樣一個永久的風學 而且還有些人 是獲得這個 配想太妙的殊榮 可是到了雍正時期 就像剛剛看到那個場面 所以鐵帽子王裡面 下場最慘的是誰 當屬這個 曾經跟大育兒傳出 有一些不好的戀情 多爾滾 多爾滾 下場最不好 多爾滾他也是鐵帽子王 但是你知道嗎 他在當時順治7年12月 就是西元1650年 他在谷北口打力的時候 不勝騎馬的時候 摔下來 結果沒想到不自身亡 死了之後 本來就是好好的就是 剛剛我講的 不是配想太妙的殊榮嗎 結果不是 他因為生前太焦重這個 罰戶了 然後鑽斷 然後又排擠打壓 然後破壞其他鐵帽子王 所以死後 竟然被認為說 追尾就是什麼 逆謀 想要那個大逆不到 然後結果把他的屍骨 從這個墳墓裡 又挖出來 挖墓 然後破壞他的墳 然後挫骨扬灰 甚至他的這個後世 把他的這個爵位官 全部都拔走掉 拔掉了 全部入戶 點為平民了 對 全部入戶 而且他所屬的 鄭白旗的軍隊 全部就是歸皇帝管轄了 所以真的堪稱是下場 最慘的一個 但是說到鐵帽子王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過去滿清時期的這個 以前的王朝歷史 但現代 好像也有現代版的鐵帽子王 什麼叫現代版的鐵帽子王 現代版鐵帽子王 當然不可能像滿清那時候 穿了這個貴契 但是他們的權力一樣是如日中天 真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 也是遭到了這個 守舊勢力的這個撤走 對不對 後來你看這個十九大 最近這個之前開完的時候 之前那個在十九大期間 有一個宣傳片 宣傳片裡面 就有一段對白提到 軍隊裡面沒有鐵帽子王 各種這個崗位都不是保險箱 就算你職務再高也沒有豁免權 你看到他講到這軍隊裡面 沒有鐵帽子王 他在講的是誰 後來大家才發現 因為十九大之後 安排這些所有大陸黨政高層 去參觀他們裡面的 所有反貪打斧的政績 裡面就賀蘭發現了 他們所指的鐵帽子王 難不成是郭伯雄 徐才厚 這幾個輕鬆的大老虎 這些人是鐵帽子王 難不成就是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 全力遭到了這些人 在旁邊扯後腿 甚至聯合了當時 反貪打斧的幾個首要集團 後來成為被打架來的幾個大老虎 包括周永康 薄熙來令計劃 這些人 就是包括徐才厚還有郭伯雄 所以把他們打掉了 這一竿子不是全都我馬了嗎 所以是不是習近平借骨欲金 然後借鑑以前雍正 被八王義政逼供的 歷史的狀況 哪來就是警惕這些 軍中的鐵帽子王 為了重新樹立在解放軍的 軍中權威 所以用這樣一個做法 來抓現代版的鐵帽子王 沒想到現代版的鐵帽子王 一個一個的重劍落馬了 可是我們說到在當年的時候 這個清朝時代的時候 八旗入關 他們的入關可不得了 你想想看 當時八旗才六萬大軍 可是要對上明朝 兩百萬的大軍 而且明朝那時候 有最好的武器 那可是強弩 但是為什麼強弩 居然還輸給六萬大軍的 鐵帽子 部隊 立剛首先我們要講說 明朝其實是歷朝歷代 相當強盛的朝代 所以他的軍隊為了維持他的國力 長期維持差不多兩百萬左右的軍隊 兩百萬 對 這麼多人的部隊 是 那我們就要好奇了 兩百多萬的軍隊 為什麼會打不贏滿清數萬八旗兵呢 首先是兵力問題 雖然明朝號稱有兩百萬 可是那是帳面上 因為實際上只有百來萬而已 因為明朝商業繁榮 你說喊得大家都數量多 實際上數量沒那麼多 對 因為明朝商業繁榮 大家誰願意當兵 可是你百來萬的部隊 對上那六萬的部隊的八旗 其實也很好打 是 但是在這百來萬裡面 其實也是把一些什麼雜役 通通算進去 連雜役都算了 對 所以真正能夠作戰了 大概2到30萬 而其中能夠用於野戰的精銳部隊 那就更少了 相反的我們來看到滿清八旗 滿清八旗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只有差不多六萬八旗軍而已 但是他們長年征戰非常的豹悍 再加上他們後來陸陸續續收編了 蒙古 漢人 明朝祥軍 陸陸續續增長 後來有到2 30萬 增加這麼多 所以這2 30萬 常年的征戰 當然不是那個 好義勿勞的民軍所能夠相比 可是不對 明朝的部隊人數 雖然你把他低低這種加起來 有這麼多 但是明朝當時的火氣很強 是 你想想他強弄這火氣 這個威力多大 沒錯 所以這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講到軍種問題 我們都知道滿清八旗是祭兵 明朝則是步兵服以祭兵 再加上火氣部隊 對 對 他的強弩跟火氣 確實還滿高明 還滿進步的 但是明朝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官場腐敗 官場貪污成風 從上到下 你好不容易坐去前面的 強弩跟火氣 不僅粗糙滯製 那有時候甚至還不能用 還會發生唐炸 你說俠士品很多 對 所以你看 當他在守城的時候 一發射唐炸 敵人沒有死 自己人先死一半 這仗還怎麼打 可是不是有神經營在嗎 對 這個神經營 也是他們很賴以為 什麼重要的一個武力 但是這個神經營 最好用的地方在哪裡 守城 守城是最好用 對 所以當時明朝對付 這些滿清八旗 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守城 靠著堅硬的槍 什麼城池來堅守 然後用斧氣來攻 火氣來攻擊 守容易攻難 對 如果真的靠明明 朝的火力來去這樣子 托可能可以把滿清的八旗拖垮 偏偏明末又發生 嚴重的天災跟人禍 為什麼有天災 因為北方當時嚴重的乾旱 造成大饑荒 也就是要造成人民民不聊生 結果就造成人民起義 所以李志成的農民軍 就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天災加上人禍 這就造成他們沒有辦法 跟八旗對戰的原因 當然我們要講說 如果只是靠著鐵機 就是要對抗神機營 還滿有點困難的 所以八旗有個特別的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這個武器就叫做盾車 盾車 對 這個盾車也稱為排車 顧名思義 就是用兩到五吋的厚木頭 加上牛皮跟鐵皮 來做成移動式防禦工事 所以就說他非常的厚 你這個弓箭什麼東西 都射不進去了 對 所以他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靠著士兵去推 推到前面先抵禦那個火器 抵抗了之後 這個工兵射箭 祭兵在衝鋒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去打擊 那個明朝的神機營 跟那些火器跟火神槍 所以當時在奴爾哈赤 他們在跟明軍在對戰的時候 當時奴爾哈赤手底下 大家想覺得 明軍一向很弱 輕率出擊 結果就被這個火器打得 是落花流水 那奴爾哈赤趕緊派出來 盾車 就這個盾車一上場 結果呢 瞬間扭轉局勢 結果明朝的軍隊就被 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 反敗為勝 而這個盾車不是只有 在奴爾哈赤有作用 在黃太極的時候也有 黃太極也有作用 黃太極在打一個大林口之役的時候 大林江 就是打一個戰役的時候 當時他們有也是遇到明軍 民軍以義代勞 他們也有用戰車 明朝的軍隊的戰車 他就是為了專門對付祭兵之用 因為他是做成類似 像現在的那種坦克的感覺 平時可以當運兵車 但是他有槍眼 可以從裡面去射出火器 所以衝到了祭兵隊裡面 祭兵就完蛋了 是 沒有錯 他是在戰車列在四周 中間不計合一 想說這樣子一定是可以以義代勞 你怎麼衝都衝不過來 哪知道黃太極一開始 用祭兵確實被他打回去 不過黃太極很聰明 這時候就出動了他的秘密武器 盾車 用盾車對上 用這個盾車直接先衝鋒 明朝的火器射過一輪之後 還要裝填 對 還要裝填 就在這個裝填的時候 工兵趕快射箭 祭兵趕快衝鋒 就這樣子把明軍 又打的是落花流水 所以滿清的部隊 有一個特別的軍令 他說 遇敵如無盾車 切勿出戰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對戰一定要有這個盾車 所以當時有個將軍 因為出戰沒有帶到盾車 回來還遭受懲處 這麼嚴重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跟明軍對戰的過程中 發起這個祕密武器 盾車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沒想到這明朝 雖然有先進的武器 但是盾車卻可以抵擋這個火炮的攻擊 可是我們說到 到了民國初年的時候 大家常講女性自然就是美 可是到了現代的這時候 你看到韓國的整形風 許多的女生整得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民國初年真的沒有整形嗎 剛剛我們都講說自然就是美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應該是要崇尚這個自然美 對 那個時代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就給你看一下兩張照片 你覺得這兩個女孩子 你覺得哪一位比較 你覺得漂亮的 那眼神來說的話 當然他的眼神比他的眼神要漂亮 對 但是像我就喜歡 單眼皮的這個女生 你這樣一看就覺得兩個人 好像是兩個人 兩個人 我告訴你 不是 這同一個人 化妝前化妝後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張照片 這兩個人看起來也有點不太一樣 在哪裡你知道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 像眼睛的部分 其實就有點不太同 你覺得這兩個人 您看起來怎麼樣 也是不同的 但我告訴你這還是同一個人 怎麼會是同一個 事實上在民國初年之後 很多人就說 民國初年沒有整形這件事 要不是現在還有韓國 現在講韓國 很多人就講說 韓國美女真的是 看起來同一個模式刻出來 因為她是整形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我告訴你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你看 當年的不是都很清秀嗎 是 但是我告訴你 他們其實有很多人都做了 醫美的手術 簡稱叫做整形 那個時候有醫美 很多時候其實早期的 他們這些所謂的醫美的部分 其實是針對說你臉部 如果五官有缺陷 比如說你眼睛 或者是鼻子或什麼的 一開始是在做這種 所謂的整形手術 可是有一個東西 一個產業的興起之後 改變了人家的這個想法 叫做電影 電影 因為電影大家就覺得說 你知道有影評他就講 他說我告訴你 如果有一個女性 她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會說話的眼睛 然後有高挺的鼻子 然後那個嘴巴 如果長得非常端正 再加上如果她的表情會演戲 我告訴你 她一定能夠把戲演得非常非常好 對 你看那個眼睛很多大 可是在以前的東方女性被認為 她可是單眼皮的小眼睛 所以當這個審美觀一出來了之後 我告訴你 就開始大家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要跟歐洲看齊 你還不是說要整成雙眼皮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的 這個照片裡面有沒有 包含上這個 我告訴大家同一個人的原因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單眼皮的小眼睛 沒錯 然後就整形變成這個樣子 雙眼皮 雙眼皮 大家都起來發現到說 在民國初年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我告訴你 那個費用可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比如說我們先講一個人 叫做周璇 周璇大家都覺得說 她也是天然的美女 也是很漂亮的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她的眼睛也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之前的周璇 這個是後來 處理過眼睛的周璇 眼睛好像變得比較大一些 是 因為她也做了雙眼皮的手術 是這樣子 據說當時周璇 那時候聽到說眼睛要動手術 會怕你知道嗎 在眼皮上畫一刀 誰敢這樣做 所以那時候據說 她一開始的時候 是為了讓眼睛更大更有神 她是先拿 叫人家先拿火柴棒有沒有 先壓住她的眼皮 然後壓出一條印子之後 再用眼線筆慢慢畫 這樣子可以做 可是這個東西你不能持久 每次都要這樣做 每天都要這樣弄 而且這樣搞很久 而且你以為火柴棒壓眼皮 會舒服 所以後來她還是決定去動刀 可是你知道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做這些手術 其實費用非常非常的可怕 比如說她那個時候統計 在初年的時候 你如果去動一個雙眼皮的手術 差不多要1500萬 到2000萬的法幣 這麼貴 你如果矯正眼睛 將近要到4000萬的法幣 這麼昂貴 而且你如果做全臉除皺 將近要1億元的法幣 所以就是說你根本要 很有錢的人 才有辦法做這些動作 但是這些費用 差不多是一般職員半年的薪水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法幣 在當時幣值的關係 所以1塊錢美金 所以數的罕是金額高 實際上來說 但是你雖然是這樣講 可是這個對一般人來講 你搞一個全臉除皺 半年不吃不喝 你負擔得起 當然也是負擔不起 當然沒有辦法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那個時候真的是 一定要有好亞人 才有辦法去做 可是我們剛剛講是電影明星 有一些人因為行業的關係 我跟你講他也被傳說 有可能去整形 比如說這一位叫林輝英 他是知名的詩人你知道嗎 對 沒錯 大家都想說可是 但詩人又不是演員 他又需要做 一些微調嗎 對 可是我告訴你 其實就有一個叫錢中蘇的人 他就懷疑講說 林輝英應該有去動眼睛的手術 真的假的 你知道他也不能夠明著講說 就是林輝英做 所以他們那個時代 都流行寫文章 然後用畫名去諷刺 他在一篇叫做貓的這個文章裡面 就提到有一個李太太 其實他就在講這個林輝英 所以那個李太太要結婚的時候 跟他先生開出一大堆的條件 其中第18條就是要到日本去 可是去日本幹嘛 你知道嗎 不是 他是做眼睛手術 就是去割雙眼皮 不是看櫻花 不是 就是割雙眼皮這樣 然後他還講到說 李太太割完雙眼皮之後 發現到說襯著他的容貌 突然就發現到眼睛會放電了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 他其實就在講林輝英 而且你知道嗎 林輝英 他以前人家講他什麼 他都會直接反擊 這件事有沒有反擊 這件事居然沒有講話 所以有人覺得他是默認 另外還有 除了林輝英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官陸 官陸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跟張艾玲這一些 並稱叫做民國四大財女 這是非常非常的有才氣 但問題是也被人家傳說 他曾經整形 而且是整形失敗 什麼 整形失敗 怎麼說呢 其實你知道嗎 官陸他真正的背後的身分 他居然是特工 而且是被大陸共產黨 所吸收的這個特工 真的 居然是大陸的特工 那時候還策反 國民政府的特務頭子 你知道 但問題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剛剛講說 不是這個四大財女 對 其中有一個他就那個時候 因為官陸還被日本扶植 去弄一個叫女報 結果那個才子之一 就有人故意在文章上面 就寫官陸你知道 他說這個女孩子邱小姐 邱小姐那時候暗訓就是官陸 他說看我們三十幾歲這樣 三十幾歲這樣 喜歡打扮的花枝招展容貌 好像很漂亮這樣 可是有一件事情壞了 你仔細看他的鼻子的這個地方 他感覺上好像這個地方 特別深對不對 從這裡好像感覺上有一條疤 你看這三個不同時期的照片 看起來都有這一個 他就講到說 其實官陸早期有去整形 但是那時候整形技術 因為是用蠟打到鼻子裡面去 蠟打到鼻子裡面 但是我跟你講蠟預熱會融化 結果他就在文章寫說 你看他那個蠟融化之後 就順著他這個地方 鼻樑這個地方 一直往下 反而在他臉上留了一道疤 這麼恐怖 但是因為你這個整形失敗之後 根本沒有辦法再做手術 也沒辦法處理 所以就他臉上 就像臉被畫了一道口子一樣 等於永遠都有那條痕跡的存在了 結果官陸被這樣寫 其實你知道他當時去整形的時候 還確實有上過新聞 可是你知道他真的 整形原因是什麼 他是為了要從事特務工作 當時人家說 你要把這個鼻子弄挺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執行你的工作 就能夠欺騙別人這樣子 所以他算是為工作而犧牲的 一個整形失敗者 沒想到在民國初年的整形 看來這失敗的機率 可能還頗高的了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的冬天 俄羅斯那個地方 有些地方已經是冰封一片了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 你可能停個車才五分鐘 你的車可能就被埋掉了 在俄羅斯北方的羅里亞斯克 這個城鎮 它是一個工業城 他們現在因為太北邊 已經幾乎湧夜 他大概有六個星期是黑夜蒙蔽 很冷很冷 我問你 那個人在挖什麼東西 這個人他的雪被封測 想說是不是停在外面 停太多天 被雪蓋住了 結果不是有力量 我知道了 車子被雪封的是一個晚上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不是 這個車主說 他只是停車停了五分鐘 怎麼可能 出來之後怎麼車子 全部被大雪埋掉了 五分鐘就把這車埋了 五分鐘的降雪量 居然可以把一台轎車 全部封掉 這雪實在太嚇得太恐怖了 這雪大到太可怕 這種真的是人 如果在雪地當中 待個幾分鐘 可能都會沒命或什麼 因為太冷 雪太大了 想想看這個車子 這麼高的面積 就這樣下下去 他們當地生活 真的是用冰天雪地來形容 非常辛苦 那些人在玩水 你有沒有注意到 奇怪這麼冷的冰天雪地 在玩水 北京的池上來的這些人 結果發現不是 原來是因為他們講說 石炸海人湖面結冰 趕快可以把炸籃圍起來 開張了 搶著冬天的冰進來 音樂性的零下石度 冰結冰了 可以變成溜冰場 對 可以做成溜冰場 讓北京民眾來這邊 享受滑冰 可以收門票 結果因為冰層還不夠厚 他的車是冰太薄了 結果石度的工人 在架設這個圍離工程當中 不幸湖面裂開 整個石度的工人丟下去 什麼這些人居然 掉到這湖裡面去了 對 所以這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在冰天雪地下中 還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在開車的時候 沒有把車停好 下場也非常慘 就像是戰鬥民族俄羅斯 他的車子也非常非常兇猛 這個車奇怪 怎麼一直在倒退 一直在追他的車 我知道一定有搶匪上了他的車 要把他車給開走 對 是不是他在追什麼人 還追什麼樣的壞人 結果是因為這個車主下車的時候 他車沒停好讓他拉炒大車 結果因為冰上太滑了 整個非常快速度往下下滑 對 他想要把車擋住 就擋不住他差一點 還被自己的車壓過去 非常非常危險 這就是他們在 整個路面結冰的時候 非常可怕這種打滑的情況 可是他們在這種冰天雪地開車 也是非常危險 有些時候可能 你經過原本以為是 已經結冰的河川湖面路段 結果冰不夠厚 結果整個破洞車掉下去 你說車會掉下去 車掉冰壺那是非常危險的 那只要這樣車在車裡面 不是要被淹死了 人眾使幸運逃出來 車掉冰壺怎麼辦 總是不能夠就把車放進不理 結果他們打到救援的方法 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先用了兩個大木樁插... 插到車底裡面 把他整個的車底頂起來 頂起來之後 上面架好木樁之後 我問你木樁可以把車拉起來 對 用個腳盤 然後用槓桿原理 你有沒有注意 腳盤就在鎖在冰上面 對 他把腳盤鎖在冰上面 之後用槓桿原理 慢慢的就做個托盤 把車子往上拉 慢慢的就這樣 一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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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車子拉拉拉拉拉 從冰壺當中 這樣子就還可以拉起來 對 他們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這種 戰鬥民族這種脫救法 你看 那個腳盤還在這樣 兩個人拉救法 把一輛車從水裡面拉出來了 對 為什麼說 乾脆我就叫 就是一般的脫掉車 脫掉車太重了 距離太遠了 太重 怕脫掉車陷到冰壺裡面 所以他們用最傳統的這種人工 就是這種拉車拉的方式 慢慢用腳盤把它拉起來 因為他們這個地方 冰真的不夠厚 沒辦法讓大型的車輛進來 這他們算是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狂的一種做法 可是在這種冰天雪地當中 你要說一般的成人 因為小孩子在這邊 如果說有什麼太冷的話 都很容易感冒對不對 其實我在黑龍加哈爾濱 有一個就是民眾 他在整個湖當中 在走的時候發現奇怪 亂丟垃圾 有一個布袋包裝裡面 裡面奇怪 什麼東西 他非常好奇 亂丟垃圾 你看 垃圾丟在冰上面 好像是亂丟垃圾對不對 結果一打開這布袋 嚇一大跳 怎麼了 裡面居然發現了一個 發子變形的嬰兒的屍體 還有他的尿布 怎麼小嬰兒丟在這個湖面上 實在太過分了吧 實在太過分 不知道是哪個狠心的父母親 居然把氣嬰 就直接丟在這個哈爾濱 這樣會活活凍死 對 根本就是要這個小孩子的命 所以說這個情況一發生之後 他們當地人員看到 都覺得鼻酸 因為真是太殘忍 所以其實冰天雪地來講 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環境 我們看到冰天雪地當中 是多麼恐怖而危險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的南半球 現在南半球已經進入了 盛夏之石了 盛夏之石 照理說在這個時候 大家最需要的就是要喝水了 可是阿根廷這個地方 產生了大汗了 產生大汗 那該怎麼活下去 氣象局今天又發布了 這個低溫特報 可是南半球的南美洲 尤其是阿根廷這邊 遭遇了百年大汗 你知道嗎 全國只有少部分的地方 他的這個降雨量 只達到往年正常了一半 你看 河都乾了 大部分的地區 都像這樣的一個 幾乎湖泊還有河流 全部都乾河掉了 呈現這些畫面 而且乾旱到什麼程度 幾乎降雨量只剩下四分之一 不到 有些這個地方 甚至你看到這個畫面 讓人家看得非常的震驚 這個小孩他在做什麼 這是被阿根廷 當地的記者 所拍下來的這部照片 然後後來英國美日郵報 把他蹬出來之後 這個畫面傳到了全世界 看到了阿根廷 在當地有一個平民社區 一個貧困的小女童 他竟然因為當地的氣溫 已經高達超過攝氏 38度C 他已經渴到受不了了 乾旱又沒有水喝 他沒水喝 結果他蹲到這個人行道上面 有一個淺淺的小水坑 他用嘴巴舌頭去舔 那個淺淺的小水坑裡面 脹到不行的脹水 這個脹水 他居然在喝這個脹水 要不然怎麼辦 他已經渴死了 渴到受不了了 怎麼日子這麼慘 看到這一幕阿根廷的 貧困的這個社區 有了這個平民的小女童 去舔髒水 真的是令人心酸 這個照片一公布了之後 很多人都很難過 然後當下記者也說 他們拍完這個照片 馬上就買了一頭阿谷的 礦泉水還有冰棒 去給這些附近的小朋友 他讓他們去喝水解渴 因為當地的阿根廷父母親 窮人家幾乎都要他們的 這個小孩子 子女 像這樣的一個小女童 就直接在路邊祈討 因為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怎麼辦 照你說父母親應該是 子女的食物來源 但是在阿根廷很多的窮困社區 你們知道他們最近幾年 遭逢了這個 有史以來這十幾二十年來的 這個經濟危機和旱災 結果沒錢養小孩子的父母親 他們只好讓小孩子 除非你到學校去 學校是子女這些兒童 獲取食物的唯一管道來源 可是你下了課就沒有食物了 怎麼辦 吃什麼東西 怎麼辦 吃蠶豬肉 吃老鼠肉 還有吃其他動物的肉 包括馬肉 怎麼變成這樣子 你只能吃其他動物的肉 老鼠肉跟蠶豬肉 是最常見到的 要不然你就餓死了 你沒東西吃 爸媽也沒有東西給你吃 沒有錢養小孩怎麼辦 在阿根廷貧困的社區 竟然有窮人這個媽媽 生下的小孩子 被不孝的歹徒 這是阿根廷市議員 他怎麼有出來指控 說不孝的歹徒 就去跟這些窮困區的 窮人媽媽 故意跟他們把關係建立好 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後 當他們生下的小寶寶 就把他們的嬰兒給抱走了 抱走了之後 如果找到了買家有人買 就用這個平均2700塊美元 到這個8100塊美元 就是8.4萬元台幣 到24萬元台幣左右的價格 賣給對方 然後再去騙那個窮人媽媽說 你的小孩子夭折了 沒有東西吃可憐 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找不到買家 這嬰兒怎麼辦 會還給這個窮人媽媽媽 不會 不還 就把他殺了 直接埋在醫院後面 這麼狠 所以有一個這個 阿根廷的窮人的媽媽 叫巴斯科斯 阿根廷記得找到他去問他 他說他生的是六個子女 其中有三個被歹徒 這些不肖的歹徒給抱走了 結果他根本沒有拿到 任何一毛錢 所以有多壞 而且這樣的一個嬰兒 就這樣子下場 非常的慘 現在阿根廷不只是他們 當地的民眾非常的窮困 據說全國有1千8 3600萬人 有1800萬人陷入了貧困危機 然後有四分之一的人失業 怎麼辦 結果連警察 他們因為工資發不出來 沒有薪水 他就罷工 警察不工作了 那這樣治安就一塌糊塗了 所以比如說在阿根廷的 科爾多瓦 還有科爾多瓦 跟羅奧里薩這個地方 警察罷工 就書建了治安真空 你看是不是歹徒 就這個捷火 趁火打劫 直接進到商店裡搶 逼得阿根廷當地 我剛剛講羅奧里薩 跟科爾多瓦這幾個地方 有很多的華人 在那邊開超市或店舖 他們這個超市 就有一個陳老闆講 你有去看 他直接跳櫃台去搶 對 他們這些超市 華人的店舖超市商家 就要至少準備一個店家 五把長短槍子才能 你說你得自保了 你要自保 要不然人家歹徒來 直線來搶劫 你怎麼辦 怎麼把他們趕走 為什麼華人會遭到 阿根廷開始去搶劫 一方面是他們禮拜六 禮拜天 國定假日都不休息 繼續營業 讓他們同業 阿根廷當地人不爽 再來是華人這個很認真 認真到後來致富了之後 阿根廷的人就認為他們很有錢 什麼都搶 他不只搶錢 他任何的東西都搶 所以搶到這些華人的店家 都受不了之後 趕快去準備槍支來自保 其實阿根廷 所以窮到要搶劫了 對 不只是民眾窮到要搶劫 連阿根廷的軍方怎麼辦 阿根廷的空軍 算是世界上少數 有實戰經驗的優秀部隊 之前跟英國打過 阿根廷 像是以畜牧業發達的國家 他們的牛隻很多 他們就跟北京講說 我們用牛肉 來跟你們換監實戰機好不好 遺物遺物 所以遺物遺物 沒有想到 連軍方都沒錢到 用這種方式 來想要獲得他們的軍備 所以說有多可憐 我看到阿根廷這個國家 你可以注意到 他們的窮窮得讓人感到恐懼 但是這個窮也代表了 這個世界上 有許許多地方還有待援助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高雄的龍發堂 你會想到 那邊有許許多多的患者 住在那個地方 但最近那個地方出事了 因為那地方群聚感染了 是 立剛我們都知道 龍發堂是全台灣最大的 精神障礙人士收容的地方之一 而且他有475名病患 結果他在7月的時候 就爆發出來說 他裡頭好像很多人得到 阿米巴利急肺結合 上呼吸道群聚感染 怎麼會這樣子 對 這個聽起來很嚇人 尤其那麼多人 聚集在裡頭的一個地方 當然衛生局 就趕快派人去查 結果去查的時候 衛生局官員嚇到了 為什麼嚇到 因為他說他們看到一個 他們30幾年來 都沒有見過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他們看到一個病患 全身被鐵鏈綁住 然後下半身 裡面居然沒有穿任何衣服 然後地上居然還有 像那種黃黃的 像排泄物一樣的會霧 怎麼會這樣子 這會不會太糟糕 尤其是你這樣 有排泄物在地上的話 是不是這些感染 是不是就這樣來的 就擴散了 是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龍發堂這邊當然也有解釋 他說因為就是當時 因為要來抽檢清點的時候 就是耽誤到用餐的時間 耽誤到用餐時間的時候 這一個人他的精神狀況 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可能情緒比較暴躁一點 所以當時為了怕他做出一些 比較就是畏越鬼的舉動 怕影響到別人 對 就用鐵鏈把他綁起來了 用鐵鏈把他綁起來的時候 剛好可能他因為 要上廁所或幹嘛 就這樣子就排泄出來了 他們說是因為是這樣 而且他們講說 自從7月爆發出這樣的狀況 因為當時有13個人 得到阿米巴利級 這麼多人得到 6個人得到肺結核 還有很多人群聚感染 所以他們只好就是說 趕快去做了各種 改善衛生的設施 包括設隔離房 然後清理7樓的這些住房 就把它保持整個消毒 對 整個全部做了一遍 清理消毒 他們覺得現在的衛生條件 應該是有改善了 希望大家不要擔心 也覺得外界不要誤解 但是問題是 龍發糖其實這麼多年來 爭議一直滿多的 尤其是當年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感情鏈 什麼是感情鏈 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其實就是當時 他們你進去龍發糖以後 你會看到兩個人 就每個人用鐵鏈這樣綁在一起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鎖頭 兩個人用鐵鏈綁出 你把兩個人綁在一起幹嘛 你是虐待嗎 還是什麼 很吊詭 他們說不是 其實這兩個人 綁在一起的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互相照顧 這樣彼此之間 萬一有什麼情緒失控 或是要做出一些 比較不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就可以協助他 然後去安撫他 就讓他不會去發生一些意外的事故 講起來是這樣講 可是一般人還是覺得很奇怪 這樣會不會太不人道 為什麼要去這樣做的事情 而且這個好像不符合 就是醫學上面的一些說法 這個到底是誰發明了這個狀況 其實這個感情鏈 就是他們的住持 以前還在的老師傅 世開封發明的 世開封發明 對 我跟你講 世開封他本名叫李坤太 他之前也有結婚 有生小孩 後來他就在民國59年的時候 他選擇在入住他老家這個地方 搭了一個草棚 然後就出家了 然後自己一個人 就在這個草棚裡頭修行 然後修行的時候 結果突然有一天就有一個 媽媽去帶他小孩子來 就跟世開封師父說 師父 師父 我有一件事要麻煩你 我這個小孩子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看到人家的茅草屋 就會去放火去燒他 這樣很可怕 這樣子可能會影響到別人家裡 然後他們家 老實講經濟狀況也不好 他也要去工作 他不可能24小時盯著他 所以他沒有辦法 然後他想說 師父現在你在修行 你們可不可以用佛法 幫我感化他 就讓他跟著你好不好 老實講 出家人與人方便 那就盡量能夠幫忙就幫忙 那世開封師父就收留了他 可是收留他之後麻煩來了 怎麼說 因為這個小孩子 看到茅草屋就想放火 他自己住的地方 不就那茅草屋 對 世開封自己住茅草屋 是 所以他如果不注意到 可能連他自己睡覺的時候 就被他燒死也不一定 那他糟了怎麼辦 是 所以他只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用這個感情戀 我們兩個人綁在一起 我們行動坐臥 吃飯睡覺 隨時隨地都在一起 唸經全部都在一起 這樣子 你總不會做出什麼 不規矩的舉動了吧 結果這個小孩子 就每天跟著他唸佛經 唸佛經 唸佛經 就這樣十幾天之後 居然情緒變得很穩定了 也沒有再做出一些 離譜的動作了 狀況變好了 是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 怎麼這麼靈 原來唸佛經這麼有用 結果就一傳十 十傳百 四相八正能 全部都把小孩子送過來 就是只要有一些 奇特狀況小孩子 全部都送過來 結果陸陸續續這樣 就收集了800多人 天啊 收集到這麼多人 是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 非常特別 當然在精神醫學上 還是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做法好像是 沒有什麼科學依據的 所以當時引起很多爭議 所以後來在民國 807年以後 龍發堂也慢慢 就逐漸廢止了這項措施 我們沒想到 這世開豐師傅 在當年的時候 想到用這樣的感情戀 把人給練在一起 可是做了這樣的方法 當然在道德上 有些人會有一些瑕疵 跟爭議性的問題存在 但說到世開豐盛的老和尚 他已經原籍了 但是在今天的時候 浩平哥 他倒是南部走了一趟了 對 今天我特別為大家 深入了龍發堂 在高雄的陸竹 而和龍發堂結緣 其實是從2007年到現在 已經10年了 在那邊做了10年的義工 因為我是國家義級心理師 同時事實上我今天 我的博士論文才得到 在山東中醫藥大學的 他的一級的獎學金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是 其實在這10年來 你看到進去 大家都知道徐大哥好 因為10年來 我跟他們一起生活 甚至我曾在裡面 長達一個月跟他們一起居住 你住在裡面住了一個月 包括了所有的吃喝拉撒 全部跟他們一起行動 從早上6點鐘開始的 他們的早課 再到傍晚5點鐘的晚課 以及每一個包括他們的音樂課 包括用樂器 音樂來幫他們做治療 包括他們 剛才也提到像 電音三太子 宋江鎮 還有其他的音樂樂器的演奏 來幫他們做其他 改變他們的心情 對 這些音樂 舞蹈這樣的治療 然後你看 這是今天我深入到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它裡面的床位非常的寬敞 跟外傳好像說非常的擁擠 完全不一樣 截然不同 而且我已經強調 我在這邊已經長達10年的義工 我所看到的 除了現在剛才提到7月以來 已經花了320萬以上 做了相當多的改進 而且很多的衛生條件 依照高雄市衛生局的要求 盡量的往那個方向去改 你也知道 今天龍發堂最難的 就是他沒有拿政府一毛錢 他幫幾百個家庭收容 這樣的精神病患 其實這每一個都可能 這些就是所謂的精神障礙的人 他都可能會成為一個 所謂的定時炸彈 對 因為他們有說說 我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對家庭都是一個傷害 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他從來沒有說 因為有沒有錢把人推出去 所以我想今天你可以看到 包括這一位64歲李先生 他說這一次他們來檢查的時候 硬把他認定是一個 沒有行動能力的 所謂的精神障礙人士 事實上他本身只是憂鬱症 因此在這些認定跟鑑定上 其實還有出路 到底我是怎麼跟龍發堂結緣 那時間就要撥回到10年前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尊 所謂的肉身菩薩 那麼這個是所謂唐朝以來的 那麼特別的一個 所謂金剛不壞之身 那麼從影片裡可以看到 事實上2004年 釋開封大師他原集之後 那你現在看到在三年過後 就是2017年 他就要求要出鋼 現在你看到當時出鋼 我是唯一被施開封大師 他在等於一種靈動的感應 特別只是給一位姓許的記者 他就許 因為我這個許跟那個口不一樣 所以他那個地方念國語 你看當時入鋼的時候 他其實眼睛嘴巴都張開 出鋼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確依照傳統裡面要放 包括了一些木炭 石灰 但是你現在看 當這一尊這個肉身菩薩 拿起來的時候 不只許許如生 裡面完全沒有濕水流出 所以你看到都是乾的 那麼包括了這個心弦師 還有旁邊的心善師 當時大家對於這個鋼裡面 甚至那些呈現的那些圖案 他們還特別解讀說 有很多指示信徒要怎麼樣為善 做好事的一些指示 這個圖案都有它的意義在 你可以看到 這是整整十年前 然後接著是四個月的時間 用最傳統從唐朝以來的 叫做脫胎漆器的 肉身菩薩的做法 它的做法其實你現在看到 這就是我親身參與 整個製作肉身菩薩的過程 它真的不是把它漆成黑色的 是用天然的漆 那個漆數的漆是透明的 透明的當它漆到這個肉身上的時候 因為跟空氣結合就會變成深褐色 然後你現在看到就是在 還沒有上精神以前整個的過程 可是好像還有彈性的 對 你看肌肉不但有彈性 而且它的關節都能活動 甚至當剛剛出肛的時候 連參與的法醫中鳳英 都說太不可思議 它的血管還可以注射 居然它的 血管都還可以注射 沒有萎縮掉 對 這就讓大家非常非常 不可思議 那麼當然為什麼釋開封大師 要變成肉身菩薩 後來我們大家終於了解 這幾百名的精神病患 一直都看著釋開封師父 現在他走了 他希望他的肉身 仍然能夠在高雄路州的龍發堂 讓這些孩子們 他們不是叫他們當作什麼病患 而把他們當作這些堂友是孩子 是他們的學生 因此像這樣一個大家庭 他們互相照顧的情形下 你可以看到釋開封大師希望 他的形象讓這些堂裡面的堂友們 一直看到釋開封大師 還在這邊照顧他們 而且關心他們 所以在裡面我所生活的 這樣一個團體的一個開放 你並沒有看到 誰被特別的綁起來 我們在裡面都可以自由出入 我想今天的這些畫面 也讓大家看看 真正龍發堂的面貌 我們看到釋開封大師 他做鋼之後 現在他的肉身不壞之外 他的皮膚還有彈性 但是究竟是怎麼樣做鋼 能夠變成這樣子肉身不壞之謎 釋開封大師 在2004年5月13過世 可是你知道嗎 他的信徒就傳出來講說 其實他早就已經知道 自己要元期了 所以在他過世前半年之後 他就已經開始在調養 他自己的身體 你知道嗎 其實是因為他長期都是吃素 我們都知道吃素的人 其實皮膚會變得是比較鹼性 可是他居然就開始 慢慢的採取斷食這樣一個方式 不吃東西 對 而且他開始改服飾 就是一些所謂的中藥 據說他這樣子吃的 有一些像是茯苓或是白棋 是針對所謂什麼 是針對他的心肝皮肺腎的 這一塊的部分 這些中藥的部分 其實可以滲入到他的 所謂的基底裡面去 然後去調養他的整個 整個的身體狀況 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說 當他開始這樣改變的時候 也代表什麼 他在清除自己腸道裡面 那些比較有害的這個東西 慢慢的給他排出來 而且據說以這個方式來講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助於他 在做鋼的過程當中 比較不會產生所謂的濕水 而且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看得到說 事實上他除了保持乾淨之外 釋開封他其實那個時候 在他這個元期之前 他甚至有留下了一個遺憶 一些的遺憶 比如說他告訴他的弟子們 你必須先讓他冰凍97天之後 才可以進入到陸鏈的 這樣一個程序 而且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還要先冰凍97天 而且他找了一種 叫酥木的這個東西 當時是想說 他的這個大體 其實從冰凍這樣狀態出來 你也知道就是說 肉體其實在冰凍之後 不是你要拿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些 水分的這個狀態 那時候他還預先做了一些的處理 找了一個叫酥木的一種這種木頭 放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裡面 開始燻 那時候也想說 就是要把他這個水分的燻乾 也有助於就是說 他這個濕水的不會 這個不會的產生 而且你知道嗎 當時也發現到說 他在陸鏈的時候 還有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那時候據說 他的弟子是有得到感應 那時候就跑到大陸的江蘇去 說師傅也講說要買一個鋼這樣 千里條條跑到江蘇去 結果他們真的就是 按照他們所感應的 去找到一個做鋼的這個地方 還跟他講說 我們要買這樣一個鋼 結果沒有想到 當時的當場的師傅跟他講說 這個鋼我們不能賣 因為已經有人訂走 結果那個弟子就講說 不行 我們真的是想要這個鋼 結果你知道他們在閒聊的 這個過程當中 居然當地 就江蘇那邊的師傅講說 我告訴你 這個鋼其實是一個 什麼樣一個長相 然後一個老先生 什麼來買這樣 弟子據說當時聽到的時候 等一下 你現在講的不就是我們 那個四開封的師傅嗎 你想想看這怎麼可能 四開封有到江蘇去嗎 因為弟子當時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在很後期的階段 以四開封來講 他怎麼可能說分身 跑到大陸去 而且以他的身體狀況來講 根本也不容許他這樣子跑 所以他就真的是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後來那個鋼真的還有送 還真的是有送到這個 千里條要送回來了 對 送回來這裡 可是後來發現到尺寸 有點不太對你知道嗎 所以據說那時候弟子 也發現到真的這個不能用 才跑到鷹哥去 另外買一個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黑鋼上面 有畫龍的這一塊 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當時 他在這個做鋼的過程當中 剛剛這個浩平哥有提到 他裡面不是有一些所謂的乾草 或者一些木材或什麼的 而且他比較特別是 下面還有一個蓮花座 後來有專家去看了之後 就說他這個蓮花座 其實是有用意的 因為你不管再怎麼樣的 前面先做的預防的工作 你事實上還是會有少許的 濕水的產生 但是你如果濕水產生 那個產生碰到你的皮膚的話 其實是會讓你 有產生腐爛的一個現象 那個蓮花座剛好在下面 是可以讓它濕水下去的時候 不會再碰到你的這個水 不會碰到濕水的 對 不會碰到你的這個濕水 所以也因為這樣 就產生了這樣一個 一個能夠不腐敗的一個狀態 而且他講到說 他的鋼其實還非常特別 因為你看他的鋼 是分上下兩個 他們下面稱之為地 上面稱之為天 而且他那個鋼 據說他上面的時候 其實還有開了一個小孔 就是要符合他整個 那樣的一個頭型的狀態 不過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些感應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說 在他這個往生之前 還真的有人說感應到說 師父要買那個鋼 而鋼被買走 卻講說是四開封的行 去買了這個鋼 我們看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重點在於 不是你的生命的長與短 而是在於說 你這一生當中 究竟做了哪些有意義的事情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那硬底拳 你會想到那泰拳 泰拳的初拳 可是非常的兇狠 但泰拳的軸擊究竟有多強 你要說格鬥術裡面的泰拳 是這種非常危險的格鬥術 因為泰拳除了用手跟腳 還可以用軸擊跟吸紙 而且軸擊 其實他的威力 是非常非常強大 就像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一個 法國的選手 跟泰國選手的比賽 就是泰拳的時候 結果泰國選手 一個軸擊下去之後 你看這個法國選手 他的頭怎麼了 他的整個前二 就是因為這一個 正面的軸擊下去之後 整個凹陷下去 你說骨頭整個打凹 整個骨頭打凹下去之後 這麼嚴重 裁判看到 他本來還想繼續打 就裁判看到之後 趕快喊停 為什麼 因為這太危險了 馬上終止比賽 他腦部可能已經受傷了 對 緊急送一開做手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能會嚴重 影響他的生命 後來還好 他的生命沒有危險 可是因為這樣子 幾個月不能比賽 這是個非常非常可怕 人家說因為軸擊 其實像刀一樣的銳利 所以說C級跟軸擊來講 軸擊就比C級更恐怖 為什麼 因為軸擊像刀這樣 會從你臉這樣這樣劃過去 下去的那力道是非常強的 下去的力道非常非常大 而且整個膝蓋 軸擊來講 他算是手部最堅硬的部分 因為手肘那地方 他的骨頭是最堅硬的 最堅硬的 所以說像這個 這選手你看他臉整個被劃開 這個為什麼被劃開 他怎麼回事 就是因為他在整個比賽過程當中 中了一個軸擊之後 軸擊他的那種撕裂傷 是非常不容易好的 尤其像如果一個泰拳選手 他一年受了兩 三次的撕裂傷 他可能臉部都毀容的危險 這麼嚴重 對 因為整個軸擊來講 他的這種威力 就像一把刀劃過你的臉一樣 因為軸擊大部分 都是攻擊臉部為主 那C擊大部分打不到臉部 就算是你把頭壓下來的話 本人是他會護臉 所以C擊突然是打 打肋骨這個部分 傷害的點是不一樣的 傷害可是不一樣的 而軸擊就是泰拳當中 最可怕的一種 算是殺人的武器 尤其軸擊的威力常常 因為你臉部受到重擊之後 可能一下去之後你就受不了了 很多例子發現 一個整個軸擊下去之後 當場KO 你看 一拳就倒了 爬不起來了 一個軸擊之後 就會KO倒地 倒地不齊為什麼 因為你在打拳的時候 手有手套 手的威力沒有像軸擊這麼嚴重 所以說有些時候 軸擊還可以回馬槍 因為軸的動作非常靈活 他可以轉身一個回馬槍過去 透過腰部力量一掃下去之後 當場整個腦部會受到重擊之後 你就爬不起來了 所以說人家說 軸擊是他們的一軸必殺技 也是泰拳裡面最可怕的武器 我們看到泰拳當中 軸擊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可是看到這選手 在這比賽場上面為了要贏 真的是不扯手段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有些人騎車 他不在馬路上面騎 他跑到深山裡面騎 但是那可會要人命的 在美國由他做了磨牙 東部有一個獅子被 這個是美國拱石國家公園入口處 你看他的攀爬角度70度 垂直距離大概是200多公尺 在這裡剎車40等於什麼 死亡 所以你看到這個 騎當車的好手 拚命的騎 他的這個角度 騎到了這個山頂 還要朝著5點鐘方向 再朝9點鐘方向騎下山 在這裡沒有任何防護 右邊是峭壁 左邊是懸崖 而且落差高達100多公尺 天啊 落差這麼大 你在這裡 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膽大心細 小心景色 你騎車的下山更危險恐怖 我們兩個在那邊走 大概都會滾下去 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情況下 你只能這樣子的情況 非常小心的 要不然就各安天命 這裡被列為 全球十大越野勝地 這無數的好手在這邊上命 車子翻的是 那麼多人在這裡上命 所以你看他上下來回 這個用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非常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